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加入我的配出源会员 竟想有生书的独家魅力 作为会员你将获得以下特权 提前收听,抢先体验最新有生书 会员专属内容,享受只处于会员的独家故事 投票权利,参与投票一起决定下一部作品 点击视频下方链接,成为配出源会员 或者去用商店下载配出源 然后进入配出源搜索海量有生书 一起探索语言的魅力开启独特的听书之旅 期待在配出源与你相遇 郭飞燕并非是一个眼神就能唬得住的 她跟着夏小满,不卑不亢地对怀宁公主扶了个身 至于怀宁公主身旁的齐玉,她直接当空气 齐玉还想着郭飞燕给她戴了绿帽子,会心虚躲着她 哪里知道,竟是当众无视她 她气得整个人都绿了 一步一步朝郭飞燕走过去 眸光变得阴沉 怀宁公主原本想在齐玉面前狠狠地踩郭飞燕一脚 见齐玉走了过去,她自是静观好戏了 随着齐玉一步步地靠近 郭飞燕的视线终于落在了齐玉脸上 她泰然自若,并不畏惧 齐玉的脚步越踩越重 眼神越发阴沉,似乎随时都会发怒 江戴人怕担责任,连忙劝说 夏小满则是被姑飞燕拉到了背后去护着 堆起笑脸 齐少将军,这么晚了 这话还未说完,姑飞燕就将她拉开 满公公,我不怕她 很快,齐玉就在姑飞燕面前止步 姑飞燕淡定如故 虽然瘦小的身子骨 在身材高大的齐玉面前显得特别渺小 但是,她浑身上下散发出的气场 竟一点都不输齐玉 心不虚,气自强 外人觉得她对不起齐家就算了 齐家这些年怎么对待原主的 齐玉自己干了那些龌龊的事 难道心里还没有点数吗 上一回如果不是遇到了成义菲娜斯 她和齐妇芳怕是要将她往死里逼了 怀宁公主找她的茶 还不是因为她 现在,她姐姐竟然还被药公指认 要对她栽赃陷害 这一桩桩这一比比 可全都是没有讨的账啊 她今日倒要看看 齐玉眼睛瞪这么大 究竟还想干什么 姑飞燕不甘示弱 齐玉瞪大的眼睛 缓缓眯成了一条直线 两人僵持 气氛渐渐变得紧张起来 江大人还想劝 夏小满却给拦下 夏小满发现 这个跟她争 靖王殿下宠的小妖女 倒也不那么讨厌了 至少她够胆量 不丢靖王府的脸 时间一点点过去 气氛越来越紧张 姑飞燕越等越淡定 而齐玉却渐渐地进退两难起来 其实她只是想吓唬吓唬姑飞燕 逼她示弱罢了 她并不想在大理寺当众争执 闹笑话 她哪里知道 这女人胆子这么大 越吓唬越横呢 看着姑飞燕 齐玉明明一肚子火 也不知道怎么的 心里头竟然不自觉地 浮出一丝好奇来 这个女人到底是怎样的人 之前的软弱愚钝 都是装出来的吗 就在这时候 御族过来了 江大人 所有嫌疑人全都关押完毕 是否马上开始审讯 还等明日 听了这话 怀宁公主和齐玉才想起正事 怀宁公主急急过来拉人 玉哥哥 咱们先不跟她一般见识 正事要接 齐玉有了台阶下 心里暗暗松了一口气 表面上却还是一副 不情愿的样子 被怀宁公主拉到一旁 郭飞燕可没空理会 齐玉的假清高 他暗暗地琢磨起 他们的正事来 齐父方被指认 这两人三更半夜 来这干什么 救人吗 江大人也是好奇 虽然刚刚被无视了 他仍是客气的 又一次行礼 下官拜见怀宁公主 拜见少将军 这么晚了 不知二位这是 齐玉双手附身于后 站得直挺挺的 目光看着别处 一副自命清高之子 他并不打算出声 有怀宁公主替她说话 足够了 不知我们来做什么 怀宁公主一出声 就发难江大人 江丽安 你来本公主宫里抓人 连一声招呼都不跟我打 你好大的本事啊 看样子 你是没把本公主放眼里了 下官不敢 不敢 事出突然 情况紧急 下官也是受托于靖王殿下 还请公主恕罪 恕罪啊 江大人一搬出靖王殿下 怀宁公主的气宴 多少有些收敛 他拉着齐玉 在一旁坐下 既是受托于靖王哥哥 那本公主也不跟你计较了 只是现在将军府找本公主要人 本公主也没弄明白是怎么回事 当着玉哥哥的面子 你好好说说 现在都有哪些人污蔑预防姐了 他们可有什么证据啊 公主 在宫里下官就已经解释过 齐大小姐只是被要工陈三元指认 真相究竟如何 还有待下一步审讯详查 就陈三元一个吗 他可有什么人证物证 公主 这下官现在还不方便公开 怀宁公主就是带齐玉来试探案情的 他扬作生气 弄生质问 江大人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 你这是怀疑本公主和玉哥哥不成 下官不敢不敢 江大人当然没这个胆子怀疑怀宁公主 但是他心里头并不排除齐家的嫌疑 要知道六单双路是致命的东西 若没有齐家撑腰 齐富方怎么可能干出这种大逆不道的事来 当然 在没有充足的证据情况下 江大人不敢直接表明态度 毕竟齐家的地位不一般的 郭飞燕和夏小满一直站在一旁 此时二人相互交换了一下眼神 都不动声色 你不敢 那你为何不回答 莫不是你没有证据 江大人 江大人 只凭一个要工的指认 你就敢抓人 你的胆子未免也太大了点吧 公主 此事属下受托于静王殿下 还请公主谅解 行 你不说就不说呗 你把玉芳姐关押在哪了 本公主和玉哥哥要见她一见 公主 齐大小姐现为嫌疑人 不能探视 江丽安 你到底什么意思啊 这也不行 那也不许 你要不给本公主解释清楚 本公主就 就 就不走了 怀念公主是出了名的蛮横霸道 又急得皇上宠爱 江大人虽然受到姬王殿下全权委托 却也不敢太违逆她的意思 她硬着头皮解释道 公主 嫌疑人的 呃 的家属是不能探监的 这是大理寺建立起来就有了的规矩 你 怀念公主还想在齐鱼面前耍耍公主的威风 哪知道这江大人这么不给面子 他气呼呼的要教训 齐鱼连忙拦下 齐鱼表情严肃 一本正经的说 公主 江大人也是按规矩办事 虽然姐姐是无辜的 可是 我们齐家断断是不会破大理寺的力 这样 再下出个主意 江大人 考虑考虑 江大人客气地点了点头 顾飞燕和夏小满都竖起耳朵来 等着 齐鱼这种伪君子说的比唱的还好听 这样 在下在这儿等着 公主单独去探视姐姐 还劳烦公主 替家父带一句话给姐姐 家父说了 他若真做了大逆不道 丢人现眼之事 齐家 决不认他这个女儿 他若是被污蔑的 齐家 必定追究到底 玉哥哥你放心 我一定带到 怀宁公主当然明白齐鱼的暗示 他朝江大人看去 催促道 你还处着干嘛呀 还不快点带路 江大人还是有所顾忌的 可惜 他也没有别的理由来 只能恭恭敬敬地上前 啊 公主这边请 下官陪您过去 这下 一直不动声色的姑妃燕急了 他偷偷地踩了夏小满一脚 提醒夏小满赶紧设法拦人 谋害亲王殿下这么大的案子 大理寺绝对不可能 凭借一个要公的口供 就草率断案 江大人更不敢 轻易对齐父方动刑 以齐大将军的城府 以其余一贯的清高 他们应该主动避嫌才是 不至于急成这样子 更不至于三更半夜 还拉着怀宁公主来当枪使 既要证据 又要探监 齐家这等反应 极有可能是害怕 齐父方供出什么事来的 换句话说 他们是做贼心虚 郭飞燕一开始怀疑 齐父方是被幕后的 那只老狐狸栽赃了 而现在 他不得不怀疑 齐父方真的干了什么 见不得光的事情 被老狐狸趁机利用了 若是怀宁公主 这会儿见了齐父方 给齐父方什么定心丸 那这案子 怕是不好查下去吧 夏小满是聪明人 他很快就明白这里头的猫腻 公主 江大人 且慢 江大人 怀宁公主 咱家在来之前 已经禀明了敬王殿下 殿下说了 只要是嫌疑人 不管是谁 都不允许被探视 殿下已经在回城的路上了 明儿一早 要亲身嫌疑犯 这样啊 公主 您看 静王殿下既有交代了 不如 您明日再来 这么晚了 下官 派人送公主回宫吧 这下 齐宇不淡定 质疑道 静王殿下不是财处成吗 明日真会回来 怀宁公主 眯起眼来 那眼神 简直能杀死夏小满 她不知道 静王哥哥明日 会不会回来 但是 她非常清楚 只要静王哥哥一回来 她铁定 见不着富方姐 而且 静王哥哥一旦 亲自审了富方姐 富方姐 极有可能招架不住 怎么办 玉哥哥 静王的行踪 不好说 齐宇不敢冒险 她一时低声说 你堂堂一个公主 还能被一个奴才护住不成 一听这话 环宁公主毫不犹豫地站起来 立声呵斥 夏小满 本公主和江大人说话 有你插嘴的份吗 你不过是个奴才 也敢拿静哥哥来吓唬本公主 你吃了雄心豹子胆了不成 今天晚上 本公主非要见到玉方姐不可 你给本公主滚边上去 静王哥哥追究起来 本公主自会跟她交代 姑妃宴暗轻 没想到夏小满都搬出静王殿下了 怀宁公主还能这么强横 她越发的肯定此事有蹊跷了 夏小满更是意外 没想到怀宁公主为了齐家 竟然敢跟静王殿下对着干 这怀宁公主知不知道 齐父方换掉的药材 是足以致命的六丹商路啊 到底知不知道这罪是要诸九族的呀 夏小满终究是个下人 她不敢 也没有法子 直接跟怀宁公主叫板 她只能给江大人施压 江大人 贾贾已经把静王殿下的话带到了 该怎么办 您可得拿您好 到时候静王殿下怪罪下来 你修怪杂架没有提醒您 哪知 怀宁公主真的豁出去了 她立马将矛头指向江大人 江丽安 静王哥哥的命令不能违抗 怎么本公主就好欺负吗 江大人怕静王府也忌惮怀宁公主 毕竟怀宁公主不仅是皇上最宠的公主 背后还有大皇子和得宠多年的孕贵妃撑腰 这三更半夜的 一来找不着静王殿下 二来见不到皇上 江大人为难的头皮发麻 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怀宁公主一刻都不想等 她拍了桌子 江大人 你还磨蹭什么呢 看样子 你是看本公主好欺负了 这 公主 下官不敢 下官 江大人还未解释 怀宁公主就给打断了 本公主也不妨告诉你 本公主今夜 不仅是来见齐大小姐的 更是来为她作证的 皇祖母的药膳药方 于前日才公布 而前日至今夜 齐大小姐都跟本公主在一起 寸步不离 她并没有机会收买药宫 本公主能为她作证 本公主宫中两个宫女 一个太监都能为她作证 那个药宫陈三远 分明就是栽赃污蔑 这话一出 全场就陷入了一片寂静 江大人暗想 难不成齐大小姐真的是被栽赃嫁祸的 夏小满暗想 难不成齐玉这么着急 并非心虚 姑妃暗想 难不成自己的推测 有误 这案子关乎了静王殿下的性命 说白了 是一桩谋杀大案 怀宁公主就是再喜欢齐玉 也不至于冒这么大的风险做伪证 要知道 这么大的案子 怀宁公主一旦做伪证 不仅仅会陪上自己的一辈子 甚至会牵连到她的生母孕贵妃 还有她同出异母的哥哥大皇子 看着怀宁公主那态度坚决的样子 姑妃暗越发觉得事情没那么简单 可是她一时间又捉摸不透哪里不简单 这时候 齐玉也撂下了狠话 江大人 公主既已作证 你还不放人 莫不是要我齐家告到皇上那儿去 江大人再也不敢耽搁 立马下令 来人 诉诉将齐大小姐无罪释放 请到这儿来 姑妃也言底闪过思思复杂 她正暗示下小满要离开 哪知怀宁公主冷不定伸手 朝她指了过来 高高在上的质问 江大人 三更半夜的 这个禁闭为何会在这里啊 药膳包是她领回去的 她也有嫌疑吧 别说姑妃燕他们 就是齐玉也很意外 虽然她也很想收拾姑妃燕 可姑妃燕现在毕竟是晋王府的人 再者 还未弄清楚陈三元为何背叛姐姐 她不想多生事端 公主 救人便可 其他的在意 怀宁公主心中有鬼 她想在齐玉面前 惩惩皇家公主都威风 更想尽快地为自己找到替死鬼 玉哥哥 你不必担心 在晋王哥哥回来之前 我保证能让这个案子 飘飘亮亮地截掉 齐玉当然知道 怀宁公主想先掌后奏 可是要面对的 毕竟是晋王殿下 她依旧有些犹豫 怀宁公主却不等她答应 紧接着质问 江大人 你把接触过药膳包的人 全都抓了 却独独不抓姑妃燕 这是何用意啊 姑妃燕一下子就嗅到了 反咬污蔑的味道 她看着怀宁公主并不作声 而是眉头微拢 像是在思索着什么 夏小满气愤了 抢在江大人面前 禀公主 姑妖女身为晋王府的妖女 执掌晋王府药食之物 今夜是奉命跟咱家 来协助调查的 不瞒公主说 这药膳包有物 正是姑妖女验出来的 姑妖女绝无嫌疑 什么 是她验出来的 齐玉没有想到 郭飞燕还有这两下子 怀宁公主也很意外 但她着急栽赃 并不到一回事 她验出来的又怎么样 谁知道她是不是贼喊捉贼呢 从抓药到领药 就独独她有机会 独自一人 接触到药膳药包吧 这 夏小满一时雨塞 她虽然有百分百的肯定 郭飞燕不会有嫌疑 可她一时间 也找不到理由来反驳 怀宁公主 她既不能道出老狐狸的事 更不能道出 孤飞燕前几日才救了 靖王殿下一命的事 怎么办 孤飞燕竟出乎意料的淡定 她抬眼看了怀宁公主一眼 审视意味十足 怀宁公主 像是被她看穿了一般 急急回避孤飞燕的视线 她绝不相信 孤飞燕能看出真相 更不会给孤飞燕 知晓真相的机会 她突然狠狠地拍了桌子 江丽安 你不抓她也不审她 三更半夜的 还让她来协助办案 你这个大理寺卿是怎么当的 本公主现在就去找父皇 告诉父皇 你火同嫌疑人 污蔑其家中粮 江大人先是一愣 随即大呼 这 冤枉 下官冤枉啊 按月药房的规矩 从抓药到艳药 都必须有两三个人 互相监督 追究起来 孤飞燕确实是唯一一个 独自接触过药膳包的人了 再者 江大人本来就对 孤飞燕有所怀疑 刚刚若不是怀宁公主 和祁玉突然进来 他早就对满公公提出质疑了 面对怀宁公主的质疑 江大人能不腿软吗 他吓得都结巴了 公主 下官也认可孤药女的嫌疑最大 下官今夜 本想派人去静王府 将他缉拿归案的 不曾想满公公会带他过来 下官刚刚 刚刚正要将他收养 这不 这不撞上宁和祁少将军 就就就 就给耽搁了 江大人怕归怕 终究还是记着 郭飞燕现在是静王府的人 他朝下小满看来 解释说 满公公 公主的质疑 正是下官的质疑 再者 那味药并非一变之药 孤药女如何能 验出来那味药材 下官也十分疑惑 此事 还请尽快秉明 静王殿下 下小满的表情 那叫一个绝望 若不是亲眼见识 孤飞燕的能耐 他也不相信 孤飞燕能验出 药房大药师都验不出来的药材 且不管怀宁公主 有没有做伪证 这污蔑 都是板上钉钉的事了 下小满后悔不已 这一趟真不该来 见下小满迟迟不回答 怀宁公主催促起来 江丽安 你既也怀疑 那还愣着做什么呀 还需要本公主 教你办案不成 来人 将嫌疑人 孤飞燕押下去 按规矩 单独关押 没有本大人的命令 任何人不许靠近 几乎是同时 孤飞燕抬起头来 他基本琢磨明白 这案子的关键所在了 他刚刚并没有推断错误 其夫方确实参与了此案 怀宁公主做的就是伪证 而且 就怀宁公主心急的样子看 他极有可能也牵扯在里头 这两个蠢货 动靖王殿下的药膳包 无非是想要陷害他 不至于危及靖王殿下的性命 也不敢这么做 换句话说 他们不仅被老狐狸利利用了 而且至今 怕是都还不清楚 六单商路的真正药效 老狐狸的真正目标是奇甲 好戏在后头呢 杨卫很快就进门了 孤飞燕一言不发 并没有辩解的打算 他猜得到怀宁公主要驱打成招 先斩后奏了 他想赌一把 怀宁公主胆子再大 都不敢杀晋王府的人 就区区几个时辰 他相信自己赌得起 熬过了这一夜 等明儿一早 晋王殿下回来了 真正的好戏就要开场了 阳卫走近 这时候 夏小满却突然站在 孤飞燕面前 张开双臂护着他 江丽安 晋王殿下绝对信任 孤妖女 晋王府的人 你敢随便关 就试试看 夏小满 矮了孤飞燕大半个脑袋 身子骨瘦弱得很 可此时此刻 这背影不在少年老成 而是固执倔强 孤飞燕知道 这小兔崽子 是护着晋王殿下的面子 而非护他 但是他心里 还是暖了一把 放心 我不会有事的 你赶紧回去 给殿下报信 就说 就说我等他回来 你寻寻吧 晋王殿下 其实你能等的 夏小满没好气地嘀咕 他非但没走 反而继续威逼江大人 江丽安 咱家再说最后一次 晋王殿下 绝对信任孤药女 你若不相信 就连咱家一起关押了 带殿下回城 后果自负 江大人的话还未出口 怀宁公主就又拍了桌子 狗奴才 竟敢威胁朝廷命官 你不过是晋王府的 一条看门狗 还真把自己当回事了 来人哪 夏小满一下犯上 包屁嫌疑犯 给本公主一起压下去 公主息怒 公主息怒啊 公主 满公公爷 江大人一点都不想关 夏小满呀 可怀宁公主甩了 她一个凶狠的目光 她也只能挥挥手 示意牙卫照样做 夏小满依旧将 孤飞燕挥在背后 不让牙卫压 前面 带路 孤飞燕隐隐觉得 夏小满是故意 跟她一起入狱的 她想不明白为什么 只能先不动声色了 他们出大门不久 便撞见 齐富方迎面走了过来 齐富方看了看他们 又看了看屋内的人 很快就意识到 怀宁公主的计划成功了 她欣喜不已 特意在 孤飞燕身旁住足 跟我们齐家斗 你还不够格呢 哼 有本事 让你那个尖夫来救你啊 哎呀 我怎么给忘了 你那个尖夫 见了怀宁公主 还得扶手问个安呢 哈哈哈哈 面对齐富方 嘚瑟的嘴脸 孤飞燕 眯脸着双眸 你最好真的是无辜的 别有求我的时候 她是距离真相最近的人 她不站出来 她就不相信 怀宁公主和齐富方 这俩蠢货 会是老狐狸的对手 求你 齐富方不明白 孤飞燕为何突然这么说 她只当孤飞燕是疾疯了 好啊 你就好好等着吧 她也不再跟孤飞燕多说 喜笑颜开地奔进了门去 公主 你总算来了 蒋大人 真是太冤枉人了 你可得好好为我做主 孤飞燕没有回头 她嘴角 擒着浅浅的弧度 不动声色地 同夏小满一起 跟着牙尾离开 江大人还算不敢太造次 给他们安排了独立的牢房 确定牙尾们都离开了 孤飞燕连忙将夏小满拽过来 你不赶紧去搬救兵 进来做事 夏小满一脸嫌弃地 推开她的手 没好气地回答 拉拉扯扯的 上话嘛 本公公不跟进来 你还不得把 晋王府的脸都堆光了 孤飞燕感觉哪里不对 她锐利的目光 直逼入夏小满的眼里 眉头也缓缓猝了起来 夏小满立马回避 双手复后 微微驼背 有模有样地躲起步走开 此事 棘手啊 棘手 夏小满 你是不是瞒着我什么事了 针针棘手 针针棘手啊 孤飞燕越发觉得不对劲 追过去狠狠地揪住她的后领 兔崽子你到底说不说 夏小满被孤飞燕的力气吓着了 她要是再用力一点 绝对能把她勒断气 你 你放开我 我说 我说 孤飞燕这才松手 夏小满看着孤飞燕那凶巴巴的样子 欲哭无泪 晋王殿下他 他明儿不太可能回来 这话还未说完 孤飞燕就懵了 你说什么 夏小满硬着头皮往下说 我也不知道殿下去哪了 我说殿下明儿回城 就是 就是想吓唬吓唬他们 我哪知道怀宁公主这一回 这么胆当妄为 孤飞燕脸色煞白 怀宁公主必会言行逼供 几个时辰的话 扛一扛就过去了 若是几天的时间 她真不敢想象 夏小满心里头是明白这道理的 丫头 你放心吧 本公公在 他们也不敢太放肆 你不逞能会死吗 怀宁公主既敢关你 还有什么顾忌的 你就不该进来 你蠢死了 夏小满也来气了 脱口而出 死丫头 我还不是担心你 孤飞燕突然争住了 她盯着夏小满看 半想没有说话 第一次听到有人说担心她 竟然是这样的至难声音 孤飞燕很快就缓过神来 她不想坐以待毙 既然晋王殿下行踪不明 她只能自救 她若把老狐狸捅出来 把成丽妃那张假药方扯进来 应该就能争取到不少时间 她宁可背上知情不报的罪名 也不愿意面对 怀宁公主的言行逼供 夏小满 告诉他们 我要见江大人 我有 孤飞燕这话还未说完 脚步声 就从寂静深处传了过来 孤飞燕和夏小满不约而同看去 只见来者不是别人 正是怀宁公主 而且 随行的只有几个身份不明的小厮 并不见江大人和其家姐弟的身影 甚至连一个牙位都没有 孤飞燕暗惊 怀宁公主能有这么快就追过来 还没让大理寺的人做陪 这足以说明 江大人已经被她压得死死的了 换句话说 她是见不到江大人了 没机会捅出假药方之事了 怎么办 还能怎么办 咬牙扛着呗 怀宁公主还不知道夏小满说话 她片刻都不想耽搁 甚至都不给孤飞燕说话的余地 她止步在牢房外立马下令 来人 给我审 直到她说真话为止 牢门一开 几个小厮便兜进了 夏小满大吉 连忙拦在孤飞燕面前 一字一顿 金王殿下十分信任孤妖妮 请公主三思而后行 雪衣衙勒马 狗奴才 本公主轮不上你来教训 怀宁公主一个眼色 两个小丝就控制住夏小满 堵了她的嘴 夏小满使劲挣扎 却挣脱不了 孤飞燕知道 挣扎是徒劳的 她原地站着 一声不吭 那冰冷的目光 竟给人一种 无法形容的尊贵感 怀宁公主明明是赢家 却又一次在孤飞燕的目光下 心生一种低人一等的感觉 她不明白 孤飞燕身上那股尊贵 到底是怎么来的 更不愿意承认 来人 给本公主审 好好的审 说是审 其实就是刑 两个小丝压住孤飞燕 另外两个小丝拿出了刑具 这刑具不是别的 正是夹手指的杂子 用起来 轻则食指连心痛 重则趾骨断肺 只是 这杂子不同于一般的杂子 而是宫中专用 夹了手不会留伤口 连瘀青都不会有 用起来 比一般的杂子更疼 孤飞燕紧紧的双手 硬生生被掰开 套入杂子 她知道会痛 却依旧盯着怀宁公主 忽视自己的双手 怀宁公主原本还想慢慢的折磨 孤飞燕 却被盯得恼羞成怒 催促小丝 杂子做事啊 快点 小丝立马使劲 拉扯绳子 孤飞燕一下子就疼得身子发颤 有软灵魂要出窍的错觉 可是 她依旧盯着怀宁公主 看都不看自己的双手一眼 疼痛是无法令人坚持的 仇人的嘴脸却可以 时间还很长 她要坚持 坚持到可以复仇的那一刻 怀宁公主万万没有想到 孤飞燕连一声疼都不喊 她推开小丝 亲自拉住杂子的绳子 孤飞燕 本公主最后给你一次机会 要么 说真话 要么 废了这双手 终于 孤飞燕的视线落在自己的双手上 只是很快 又回到了怀宁公主的脸上 好 我说实话 怀宁公主窃喜 哪知道孤飞燕竟然大声说 没做过的事 我孤飞燕不会认 公主如此心急驱打成招 莫不是心虚了 你 怀宁公主气急 往死里拉杂子的绳索 孤飞燕疼得连汗珠 都从病边渗了出来 却皱都不皱一下眉 反而哈哈大笑起来 别人是苦中作乐 她干脆来个痛中作乐 看样子 公主并不爱听这句 要不 我换一句吧 公主 孤飞齐家不嫁 那和齐玉同我有婚约在线 所以 公主不仅心虚 还假公济私 要不 我将齐玉让给公主 公主 放我一马吧 孤飞燕 你找死 怀宁公主气得整个人都不好了 使出了吃奶的力气 使劲拽绳子 恨不得马上将孤飞燕的止骨夹断 孤飞燕疼得无法形容 却偏偏要继续计较怀宁公主 看样子 我全说中了 怀宁公主像是被气疯了一样 让小四帮忙使劲拉着绳子 孤飞燕疼得冷汗直冒 说不出话来 她咬着牙 默默地承受着 等着 就等怀宁公主把她的止骨夹断 止骨一旦夹断 再继续的话 就会有伤口 到时候 怀宁公主不停下也得停下 孤飞燕都闭上了眼睛 等待最疼的那一刻 可是 薛公公 却及时提醒了怀宁公主 公主 败下去要减伤了 急不得 怀宁公主 这才从愤怒中缓过神来 急急将绳子扔掉 别说加断 孤飞燕的止骨 就是杀掉 孤飞燕的心 她都是有的 但是 这一回跟之前不一样 她不能在大理寺杀人 更不能在这个案子里 留下把柄 她必须在 金王哥哥回城之前 逼孤飞燕 向江大人自首 结掉这个案子 反正 六丹商路 也不是什么 害命的东西 到时候 金王哥哥要追究 他就找父皇去撒娇去 有父皇护着 他就不信 金王哥哥还能 喂一个小药女 跟他过不去 手伤不了 还有脚呢 他倒看看 姑非也能承受 多久这种怜心之痛 本公主让你一句 待会儿 你可别求着本公主要认罪 怀念公主的眼神 一往姑非也的双脚飘去 小丝们立马会议 粗暴地脱掉 姑非也的鞋袜 用杂子夹住她的脚趾 这一回 他们特意拿捏了力道 不断骨剑梢 却足足夹了半个时辰 半个时辰呀 姑非也的身体 渐渐地不受控制地 颤抖起来 真的太疼了 可是 她始终没有看自己的双脚一眼 始终都死死地盯着 怀念公主看 倔强地 像是个执迷不悟的孩子 被压在一旁的夏小满 无法说话 直不停地摇头 那张向来刻薄的脸上 满满的都是心疼 怀念公主 万万没有想到 姑非也会这样能扛 她满心的挫败感 却不得不暂时放过姑非也 朝夏小满走去 窗外 东方即白 天很快就要亮 这件事绝对不能拖到天亮 姑非也不认罪 那就只能让夏小满 这个狗农才认罪了 她浮在夏小满耳边 满公公 你是聪明人 你是想尝尝 攒子的滋味 还是指控姑非也是真凶 你可得好好拿捏 问公主 给你一盏茶的时间 想清楚 夏小满本就愤怒 听了这话更加气愤 嘴巴里那部团一被拿开 她就豁了出去 破口大骂 怀宁公主 你要我背叛京王殿下居心何在 你胆大妄为 无法无天 京王殿下回来了 一定会收拾你的 姑非也背对着夏小满 并不知道背后发生了什么 听了夏小满这话 才知道怀宁公主 要对夏小满逼供 她大提 夏小满再怎么说 也不过是个孩子 身子骨都还未全长开 怎么能受得住这种折磨 郭飞燕疼得不想说话 却还是开口 喂 宁公主 怎么 逼我不成 要逼满公公了吗 你这是对我服输了吗 我还以为你有多大本事 如今看来 也不过是虚张声势吧 这么计较 不是找死是什么 郭飞燕 你 夏小满的话还未说完 郭飞燕就打断了 她岂只是计较 更是挑拨 华宁公主 你有本事关押本小姐 却没本事审本小姐 怪不得及 迟迟不敢修掉我娶你 这话 直接戳中了 怀宁公主的痛点 她气疯了 转身折过来 替郭飞燕的食指 再次套上杂子 郭飞燕 本公主现在就让你 见识见识 本公主的本事 怀宁公主 不顾一切后果的 发狠扯着绳子 小丝想劝 她非但不让劝 还让小丝拽出了 另外一头的绳子 使劲了 郭飞燕疼得仰起头来 脑海中一片空白 终于露出了痛苦的表情 夏小满拼命挣扎 大叫 眼泪早已湿润 怀宁公主 你放开她 怀宁公主 你要审就审我 你放开她 突然 就在夏小满的叫喊声中 插入了一个洪亮的喊声 晋王殿下驾到 夏小满停住了 第一反应 便是自己听错了 郭飞燕也听到了这声音 她暗笑自己 居然会出现这样的幻听 是明知不可能 却有所期盼 所以才会出现幻觉吗 就算夏小满的谎言成真 也没这么快啊 天还没亮呢 怀宁公主当然也听到了 她的手僵了 下意识回头朝门口看去 她并没有看到晋王殿下 可此时 那传暴声又响起 晋王殿下驾到 三声传暴 有远即近 错不了 怀宁公主目瞪口呆 而姑飞燕这才意识到 自己并没有唤听 她定了定神 急急回头朝牢门看去 只见一抹高大挺拔的身影 从昏暗的深处 渐走渐进 不是别人 正是晋王君九尘 她并没有停在门口 而是步入牢内才直步 她是那么高大 挺拔如松 又那么冷峻 高高在上 她那清冷好看的眉头 是紧簇着的 似乎非常不高兴 而她不高兴的样子 都那么好看 郭飞燕紧绷的神经 一下子全都放松下来 刚刚那么疼 她都不想哭 此时此刻 却高兴的想要大哭 她的靠沙回来了 她安全了 郭飞燕高兴的说不出话 夏小满便哽咽地大喊 殿下 奴才冤枉啊 姑妖女冤枉啊 殿下 要是再晚来一步 就见不着我们了 殿下 君九尘到没有马上 理会夏小满 她那冰冷的视线 扫过姑飞燕 那双光着的双脚 很快就注意到 还套在她手上的杂子 怀宁公主这才缓过神来 惊得都慌了手脚 急急将杂子从姑飞燕的手上拽下来 姑飞燕的食指本就疼痛难耐 被这么一拽更疼了 她忍不住倒吸了一口凉气 这下 君九尘的眸子更加冰冷 她似乎想过去 却又止步 她一句话都没问 只冷冷说 来人 传令下去 此案马上开堂 本王要亲审 夏小满 先带姑药女去商药 她说吧 又看了姑飞燕一眼 果断转身离开 怀宁公主愣在原地 小丝们很自觉地放开夏小满 不敢乱动 夏小满连忙冲过来 掺着姑飞燕 姑飞燕双脚双手都疼 还真得夏小满掺着 才能站起来 她站起来却没有马上离开 而是冷冷地对怀宁公主说 事不过三 我不会再给你机会了 怀宁公主刁难了她足足三次 真的够了 晋王殿下亲临大理寺审案 为大事 天刚亮 大理寺全寺上下各层官员 便全都就位 就连大钥匙南宫大人也赶到 无人敢怠慢 公堂的正门边门全都敞开 崖位左右退开 各站成三排 整个场面庄重安静 气氛严肃 君九臣虽身着便装 末发半束 可身上散发出的王者霸气 并不见分毫 他高高在上 坐在主审位上 面如寒冰一言不发 一个不经意的眼神 就足以令满堂之众 心惊胆战 大理寺清江大人 本该入座第一陪审席位 此时此刻他却是站着 脸色苍白 双腿发软 后悔莫及 齐家姐弟的脸色 也都好不到哪儿去 一贯眼高于顶 目中无人的齐玉 在晋王殿下面前 连头都不敢抬 只有怀宁公主在强撑 她挪不到齐玉身旁 玉哥哥 你别太担心了 这事 大不了我一个人考虾 我已经派人去找我母妃和大皇兄 我保证 他动不了齐家 剑王殿下能不能动得了齐家 齐玉心里头是没底的 但是他知道 只要怀宁公主愿意顶罪 齐家就能逃过这一劫 他偷偷地拉了拉怀宁公主的手 声音比平素要温柔很多 怀宁 委屈你了 玉哥哥 为了你 委屈我也愿意 替怀宁公主悲醉的齐父方偷听到这话 真是哑巴吃黄莲 有苦说不出 碍于身份 他也只能认了 就是对齐玉都不敢说真话 满堂肃尽了两酒 君九尘仍然一言不发 并没有开选的意思 也没有人敢催他 他无疑是在等姑飞燕 姑飞燕并没有等来太医 他自个儿从小药顶里配好了药 匆匆敷好 就让夏小满掺着他 往公堂赶 虽然穿上鞋袜后 双脚脚趾不输上行时的痛苦 可是他仍然穿得整齐得体 不狼狈 牢房在后 公堂在前 间隔不算远 可他实在迈不开步子 走了好久好久 才到公堂 大部分人都没想到他会来 一时间议论生变四起 毕竟 除了江大人他们几位 堂里堂外的人 都不知道昨夜发生了什么事 不明白他来做什么 他的伤势怎么回事 至于齐玉他们 脸色无疑更难看了 姑飞燕可不管这些人 接近王殿下还未开堂 他暗暗送了一口气 连忙走进去 忍痛站稳了 才俯身行礼 奴婢姑飞燕 拜见晋王殿下 也不知君九成是等久了 还是别的原因 他似乎比刚刚更不高兴了 他瞥了姑飞燕的双脚一眼 语气冰冷 来人 此座 谢殿下 姑飞燕刚刚入座 君九成立马拍下醒目 开堂 姑飞燕心中暗想 晋王殿下一定是等得不耐烦了吧 强谅的拍暗声 让本就速进的公堂 变得更加严肃 庄重 各层官员都纷纷入座 江大人和齐玉他们却还站着 见状 众人才意识到事情的不对劲 江大人实在忍不住 正要走出来 哪知道君九成开口第一句便是 怀宁 谁准你替大理自身人 怀宁公主惊住了 不就换了一味药吗 不就一个剑臂而已 晋王到底在较真什么呢 竟会当众让他这般难堪 众人更是目瞪口呆 不明情况 姑飞燕也非常意外 她原以为 晋王殿下会在私下 教训怀宁公主 在公堂上 只会拿江大人开刀 毕竟 怀宁公主是皇家的人 还是皇上的掌上明珠 晋王殿下 就算不顾皇族面子 也得给皇上面子 难不成 晋王殿下想借这个机会 压一压怀宁公主背后的 孕贵妃和大皇子的气焰 姑飞燕可没空想那么深 比起意外 她心里更多的是兴奋 她本就不打算放过怀宁公主 如今有了晋王殿下这态度 她想 她应该可以一口气 把三次的账全讨回来了 我 我 我 怀宁公主支支吾吾了半天 才憋出了荒唐的理由 江大人竟敢闯到本公主宫中抓人 一声招呼都不跟本公主打 本公主当然又弄清楚 发生了什么事情 否则 否则 本公主将来如何立足啊 君九尘不予评价 又问 谁准你动用私刑逼宫了 我 我 我就是刑讯 不是逼宫 药膳包是郭飞燕临走的 她的嫌疑是最大的 我 我不吓唬吓唬她 她能说实话吗 君九尘仍旧不予评价 也没有追究下去 挥了挥手 让她退到一边去 怀宁公主总算是松了一口气 然而站在她身边的奇遇 脸色已经黑了 君王殿下没法怀宁公主 却狠狠地打了怀宁公主 和其家的脸 在半的人都看得明白 怀宁公主此举 有意包庇其家 隐形逼供她其遇的未婚妻 这不 堂里堂外的人早就窃窃私语 不少熟人都朝她头来 鄙夷的目光了 郭飞燕笑了 窃笑在心中 笑得忘了手脚的疼痛 众人都以为 君王殿下打了脸 就不会追究了 就连江大人都暗暗松了一口气 毕竟 建王殿下 头怀宁公主是同辈 没闹到皇上那去 也动不了她 可是 君九臣又一次出人意料 他朝江大人看来 直接下令 来人 割去江丽安 大理寺清一职 贬至北玉 让他好好反省反省 哪里错了 江大人终于撑不住 跪倒在地 瑟瑟发抖 他还用反省吗 他当然知道哪错了 全场就陷入了一片寂静 即便是郭飞燕都有些心有余悸 都说 建王殿下行事老辣很绝 几句话能定人生死 他今日 算是见识到了 如果说刚刚是打 怀宁公主和齐家的脸 那么此举 便称得上严惩了 不审 不定罪 直接革职贬官却反省 这分明就是在警告 满朝文武 日后谁敢给 怀宁公主和齐家面子 谁敢逊私舞弊 江丽安的下场 就是后果 看着江丽安被押走 怀宁公主颜面尽失 却还要死要面子 玉哥哥 这事是我疏忽 你 你放心 玉方姐的事 我一定呼你们 齐玉郁闷得不想说话 却还是应了一声 委屈公主了 江丽安离开后 君九尘终于正式开始审案 来人 把陈三元押上来 很快 陈三元被牙位押到了宫堂中 跪着 要攻陈三元 拜见晋王殿下 他还穿着要攻的挂子 形容憔悴 胆怯退缩 他一边行礼 还一边偷偷朝齐父方看了一眼 此举虽是偷偷做的 可偏偏又让在场众人都看到了 郭飞眼眼底闪过了一抹猜测 盯着 不动声色 君九尘很直接 陈三元 把你照共的话再说一遍 陈三元这才把脑袋抬起来 可他又怯怯的朝齐父方看了一眼 并没有回答 而是一副下掌的样子 往一旁挪 像是想远离齐父方 如此明显的举动 任谁都看得出来 他跟齐父方之间有大问题 他很害怕齐父方 齐父方气死了 想辩解 却又害怕引来更多的猜忌 陈三元 你无需害怕 把你招供的话再说一遍 陈三元又一次抬头 这一回 他竟回头朝齐玉看了去 依旧是 只看一眼 就胆怯的避开 身子都缩了起来 似乎更加害怕 什么叫此时无声胜有声 这就是了呀 众人都非常震惊 怀疑不仅是齐父方 是有买陈三元 齐玉也有份儿的 齐玉简直不能忍 立马站出来 陈三元 你不回答靖王殿下的问话 看我姐弟二人是什么意思 莫不是你心虚 不敢说话了 我警告你 你最好有证据 否则 血口喷人 齐玉一开口 齐父方岂能忍 齐父方冲到陈三元面前 指着鼻子就骂 购奴才 你装得真像啊 你要真怕本小卷 你怎么就供出本小卷了 你这个阴险小人 你说 是不是姑非燕之是你这么做的 你说啊 齐父方的反应算是大的了 谁知道 陈三元的反应竟比他还大 陈三元就像是金弓之鸟一样 突然起身 剑步冲到金弓殿下按桌前 他一边使劲磕头 一边大呼 金弓殿下救命啊 救命啊 昨儿说好的 只要我供出真凶 拿出证据 大理寺就保我性命的 就不让齐大小姐见面 大理寺不能说话不算数啊 这 齐父方懵了 他是说买了陈三元 可一直都是好生好气的 从未威胁过他什么呀 他是故意的 他在做戏 他不是因为害怕才招供的 他是被人收买了 齐父方一明白过来 气得都失去了理智 他剑步冲了过去 使劲掐着陈三元 你装 你再装 被小姐让你装 你们什么要这么做 为什么 牙卫连忙上来拉人 齐父方还不依不饶 陈三元 你污蔑我 你故意要整我是不是 你说 是不是姑非燕送没你的 你说 虽然一而再再而三地被点名 可姑非燕像是看戏一样 看得都想笑了 如果说之前对陈三元只是怀疑 那么现在 他完全肯定了 陈三元就是老狐狸的人 好一个戏精啊 一进门就开始做戏 故意激将齐家姐弟 他倒要看看 他能拿出什么证据来 君久纯似乎对一切也了然于心 他由着齐父方闹腾 不动声色 齐父方要吃人的架势 大有此地无银三百两的嫌疑 几位陪审的少卿都交头接耳 议论起来 最后还是齐玉先明白过来 他们中了陈三元的圈套 他急急将齐父方拉回去 姐姐 公堂之上 不得无礼 静王殿下轻身 自会还你一个公道 齐家之人 深正不怕影子邪 且看看那狗东西 能拿出什么证据来 怀念公主也积极出声 玉方姐 你放心 今日谁都污蔑不了你 齐父方总算是冷静下来 君九尘难得有这么好的耐心 大家都安静了 他才出声 陈三元 需要本王问你第三次吗 陈三元结结巴巴的 不不 奴才不敢 奴才这就说 这就说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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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齐大小姐 瘦一小的 偷 偷 偷换掉殿下的 药膳包 然后 然后 嫁祸给 药女 姑非燕 这指认是大家都知道的 大家等的是详情 说详细了 就是 就是在 发放药膳包的前一天晚上 齐大小姐亲自到御药房找奴才 那个时候 奴才还不知道药膳的方子 也不知道 齐大小姐上哪儿打听到药方里有三株小人参 她 给了小的五千斤 让小的 把殿下药膳包里的小人参 全换掉 陈三元的戏真的是做足了 她说到这里竟又一次偷瞄了齐副方 齐副方又激动了 正要反驳 却被齐宇拦下 换成何物 陈三元犹豫了一下才回答 换成 一味齐药 同小人参长得是一模一样 是 是 说 啊 六单商路 陈三元吓得又磕下脑袋 静王殿下饶命啊 小的也是受齐大小姐所逼迫 小的知道的全供出来了 静王殿下饶命啊 陈三元一边说 一边从身上掏出一大碟金票来 殿下 这就是齐大小姐给奴才的五千金 她说事成之后 还会再给小的五千金 保小的离开静阳城 若是 若是办不成事 她 她 她就要杀了小的 五千金 可不是小数目呀 绝对不是陈三元一个小小的要工掏得出来的 也不是一般能轻易拿出来的 这金票多少是个证据 众人纷纷朝齐富方看了过来 齐富方又激动了 她哪能给陈三元那么多钱啊 她只给陈三元五百斤而已 陈三元 你 她开口要骂 齐玉再次拦下 吃了一次亏 齐玉还是很谨慎的 没有等陈三元把底牌都亮出来 她绝对不会再动了 五千金是证据 但是不足以证明姐姐就是真凶 毕竟谁都无法排除 陈三元是被其他人收买的 齐玉安安纳闷着 姑飞燕是不可能拿出那么多钱的 收买陈三元的人会是什么人呢 她思来想去 想到了最大的仇人 陈一飞 陈一飞早就闻讯而来 躲在门外的人群里看热闹 她倒是无心暗情 她一直盯着姑飞燕 包扎得圆滚滚的双手看 心疼得不得了 杨卫将五千金票 递到了军九成的面前 军九成瞥了一眼 并不怎么当回事 众人都以为她会跟陈三元要其他证据 哪知她却问 陈三元 你可知服用六丹商路有何后果 公堂内外 不少人都第一次听说六丹商路这位要 都十分好奇 齐父方他们对这个问题倒不太在意 然而陈三元又让齐父方他们意外了 奴才从未听说过六丹商路这名 齐大小姐给奴才三株钥匙 奴才指 指当是商路 齐大小姐说 说 说柳丹商路是害命之药 她 她 她要谋害殿下 嫁祸姑飞燕 还要 还要嫁祸成达将军 这么大的事 奴才 金汁不敢藏呀 才 才冒死供出来 殿下奴才知错了 奴才知错了 没有人理会陈三元后面的话 弱大的公堂早陷入了一片寂静 就连公堂之外都鸦雀无声 众人都被那害命之药四个字吓到了 就是藏身人群的陈一飞都倒出了一口凉气 谋害晋王殿下的性命 这事可不是一般的大呀 齐父方这是想造反吗 不不 应该说是齐家 齐家 这是想谋反不成 寂静中 所有人都心惊胆战着 可偏偏怀宁公主他们一点都不紧张 齐父方悬着的心甚至都放松了 他当初说买陈三元的时候 并没有详细说明六丹商路是何物 有何药效 就只说这药跟商路一样有毒 不能多服 也没详细交代 这个狗奴才 是想陷害齐家抢疯了吧 说话都不进脑子吗 居然能说出这种谋坏殿下的话来 简直可笑 就抓住这一点 足以证明他是蓄意污蔑 齐父方还是有点脑子的 借着六丹商路是鲜为人知之药 他也不直接点出陈三元露像 而是顺着陈三元的话作戏 冤枉啊 敬王殿下 民女冤枉 民女是第一回听闻 六丹商路之药 更不知道此药能害命 求殿下明鉴 怀宁公主似乎把刚刚丢人现眼的事忘了 他也走了出来 扬作好奇 朝后在一旁的大钥匙南宫大人看去 南宫大人 本公主也好奇 六丹商路到底是何物呀 你倒是快说说 齐玉犹豫了一下 也站了起来 还特意朝南宫大人租了个一 在下同家姐一样 亦是头一回听闻此药 郭飞燕看着他们三个人 嘴角微钩 分明是强忍着笑意 他知道真正的好戏来了 南宫大人捋着胡子说 此药尤其罕见 为商路的一种 一般商路幸苦寒 害脾胃 有毒 多福可知腹泻 大量可知堕胎 历血不已而亡 但是 六丹商路 全然不同 听到这里 怀宁公主和其家姐弟 都有些激动了 就等着南宫大人 打脸陈三元 否定掉陈三元的话 起料 南宫大人竟说 六丹商路 较一般商路更为苦寒 即是良药 亦是剧毒 只需少许 便可知命 若是一次服用 三株六丹 那 那是必死无疑呀 什么 环宁公主和其家姐弟 那期待的表情 几乎是同时僵硬在脸上 他们目瞪口呆 一时间没缓过神来 怎么会这样 奇遇是最先醒神的 她都顾不上形象了 大声质问 你说什么 其父方则是喃喃自语 剧毒 必死无疑 这 这 怀宁公主下意识 无了嘴 似乎害怕自己会控制不住 说出不该说的话来 怎么会这样 剑药师明明说了这药很稀罕 没什么大害 服用之后顶多是肌肤发痒而已 而且还会自愈 剑药师不可能会骗她的 不可能 剑药师怎么敢呢 谋坏尽王 这是滔天的罪啊 南宫大人是不是 是不是弄错了 环宁公主正要开口 其遇去抢了先 南宫大人 你所言可 可 都是真的 南宫大人更加认真了 齐少将军 药师之事 本不容含糊 且此事事事关重大 下官岂敢胡言乱语 少将军若不相信 大可寻条狗来 当场试试 其遇很清楚 南宫大人没有说谎的必要 他后退了两步 朝齐妇芳看了去 齐妇芳的脸色 惨白如纸 他当然知道 齐玉想问什么 他哪知道 六丹商路是这种药啊 哪知道剑药师 会骗怀宁公主呀 他直摇头 很快就朝怀宁公主看去 恨不得马上就告诉齐玉 事情 全是怀宁公主做的 怀宁公主才是主谋 若早知道 六丹商路是害命的东西 他就算是死 都不会帮怀宁公主 去收买药工的 这么大的事 齐家是要被诛九族的呀 齐妇芳气归气 在这节骨眼上 终究是不敢任性 齐玉并不知道 齐妇芳的意思 也跟着齐妇芳 一起朝怀宁公主看过去 陈三元的证据 不足以定罪 他想 如果怀宁公主 能够像昨晚那样 做个伪证 事情 就会有更多回旋的 至少能争取一些时间 查清楚真凶 怀宁公主 心里头 那叫一个虚啊 他原本还纳闷 晋王怎么可能 为了孤飞燕 这种贱臂 这么较真 连面子都不给他留 这一下 他总算明白了 事情的严重性了 这事若是 闹到父皇那去 父皇别说是护他了 就算是宰了 他的心都有了吧 伪证 他断断是不敢做了 可是 帮 他还是要帮的 他急急避开 其遇 和其父方的视线 陈三元 你 你还有别的证据吗 陈三元 胆怯地回答 奴才知道的 全 全说了 怀宁公主 眼底闪过了一抹阴 果断抬手指向孤飞燕 晋王 他也有嫌疑 保不了其父方 他也要拉一个垫背的 至少能拖延结案的时间 让他去调查检药师 五千斤不足为证 齐大小姐有嫌疑不假 但是 孤飞燕的嫌疑更大 诸位 本公主听闻 六丹商路 是孤飞燕验出来的 试问 区区一个小药女 如何能验出 六丹商路这种稀罕药呢 莫不是有人指点 又或者 六丹商路 本就是他调包的 这时候 齐家姐弟多少冷静了一下 齐父方连王跪下 晋王殿下 单凭五千斤 叫定民女的罪 定齐家的罪 民女不服 齐家不服 齐家 也跟着跪下来 齐家中心不二 断断不会做这等大逆不道之事 有心人陷害齐家 求殿下三思 君九成也基本看够了戏 也没有理会他们 而是朝孤飞燕看去 孤药女 你可有话要说 有 孤飞燕十分淡定 他要起身 君九成似乎不太高兴 冷冷丢了一句 坐着说 君九成都脸色不佳 语气更不佳 所有人都能看出他很不高兴 遇到被谋杀这种事 谁还会高兴啊 孤飞燕心下也是这么想的 他道了一声谢 便乖乖坐回去 即便手脚都疼得要死 他也挺直了腰杆 端坐好 才认真回话 晋王殿下 怀宁公主污蔑奴婢 能验出六丹商路 是奴婢的本事 并不足以为嫌疑 更不足以为证据 孤飞燕的话还未说完 怀宁公主就打断了 孤飞燕 你要不要脸呢 本公主当你没什么真本事 原来你还是有真本事的 就是吹牛皮呀 南宫大人 你给评评理 你说 郭飞燕是不是有嫌疑 南宫大人犹豫了一下 朝晋王殿下 头去询问的目光 怎么想的怎么说 南宫大人这才将心中 暗藏了许久的疑惑 说了出来 叫寻常商路 六丹商路了外观 乃至气味同小人身无异 若非以口尝之 无法辨别 三株六丹商路 皆完好 孤药女不曾品尝 却能验得出来 下官一时疑惑呀 这话一出 堂里堂外立马一片哗然 大家都是外行人 虽然听了许久的六丹商路 却仍然想不明白 六丹商路到底有多么稀罕 跟小人身有多相似 可听南宫大人这么一对比 便都知道问题的关键所在了 玉药房大药师都瞧不出来的药材 孤飞燕区区一个小小药女 却能瞧出来 这明显不合常理呀 孤飞燕必定早就知晓了 药包里有六丹商路的 其实 怀宁公主对六丹商路 也不了解的 她只是想找替死鬼 想拉垫背的 听南宫大人这么一对比 她倒出了一口凉气 暗想 莫不是自己要算计孤飞燕 反被孤飞燕将计就计了 可是 孤飞燕跟检药师 素来无交情呀 怀宁公主思来想去都想不通 她也不管真相是什么 真凶到底是谁了 反正南宫大人都认可她的质疑 这罪名 她就是要甩给孤飞燕 孤飞燕 你还有什么话可说的 六丹商路就是你放的吧 陈三元也是你收买的吧 其遇见形势有变 也积极帮枪怀宁公主 孤飞燕 你的五千金哪来的 是什么人给你的 我不娶你 你就勾结他人栽赃嫁祸我齐家 你未免太恶毒了 孤飞燕看都不看怀宁公主他们一眼 却一句话 让众人更加激动了 南宫大人错了 六丹商路同小人身 外观虽几乎无差异 可仍可以凭借外观辨别出不同 无需以口尝之 这 一个小药女 竟敢挑大药师的错呀 这分明就是在叫板大药师的权威呀 大家一下子就炸开了锅 南宫大人也非常不可思议 若换作别人 她早就生气了 可面对的是孤飞燕 她还真不敢大意 毕竟签文上那一句 晋王要孤飞燕自行体会 她还牢牢记着 她总觉得孤飞燕不简单 否则晋王殿下不会这样做 江大人早就询问过她这个疑点了 江大人敢关押孤飞燕和夏小满 估计也不全是被怀宁公主逼的吧 这事真真不简单呀 南宫大人正沉浸在自己的思绪中 怀宁公主就迫不及待 替她教训起孤飞燕来 孤飞燕 你这莫不是质疑大药师的能耐 你本事真大呀 孤飞燕就不理睬怀宁公主 她浅浅而笑 对南宫大人说 大人 奴婢所言不假 可以当朝证明 怀宁公主再次抢了南宫大人的话 不屑地说 那你说说 这两位要的外观到底有何区别 如何凭肉眼辨别 孤飞燕就是不看怀宁公主 仍旧对南宫大人说 大人 辨别之法为密技 不可外泄 还望谅解 这下 怀宁公主都还未强化 就有人大笑 孤飞燕 这么说你是空口无凭了 当大家都是傻子吗 去去个小药女 你敢口出狂言 真是不见关切不落泪 齐大小姐一定是无辜的 她的嫌疑比齐大小姐大多了 孤飞燕连怀宁公主都忽略 何况其他人 她的视线不离南宫大人 继续道 大人 奴婢可当场咽要 这下 众人更加不可思议了 怀宁公主宣兵夺主 一口答应 好 就给你一个机会 本公主今日 要你原形毕露 南宫大人心里苦呀 他一句话都插不上 最后 只能朝晋王殿下 投去询问的目光 却见晋王殿下的脸色 比刚刚还要难看好几分 晋王殿下这是何意 不希望孤飞燕燕药吗 可孤飞燕若不燕药 就别无其他办法 洗脱嫌疑了呀 南宫大人惶恐呀 怀宁公主一刻都不想等 不耐烦地催促 南宫大人 还不快去备药 南宫大人看了晋王殿下一眼 见晋王殿下不作声 他只能照着怀宁公主的命令去做了 之前那三株六丹商路 自是不能再用 南宫大人亲自回了一趟御药房 将御药房里 仅有的一颗六丹商路 从密库里取出来 他又拿了几株 小人参和普通商路来 这三种药材打乱 放在一个盘子里 他正要令芽卫 送过去给孤飞燕 怀宁公主竟夺过盘子 亲自端到了孤飞燕的面前 哼 孤药女 请吧 所有人都看了过来 就等着孤飞燕如何为自己援朝 孤飞燕却一动不动 就只瞥了盘子一眼便到 从左向右 第三 第五 第六 这三株为普通商路 就瞥了一眼 也叫燕药 众人都不敢相信 怀宁公主更是不信 南宫大人 他是嘉宾的吧 南宫大人心里是意外的 虽然内行人能够辨别出人参和商路 可是二者的区别十分的细微 至少要拿起来瞧一瞧才能断定 譬如 人参和商路外形十分细微 如人参偏为灰黄色 而商路为土黄色 人参多纵横纹路 商路多疲孔 人参顶部 根经弯曲 商路顶上 经为中空等 郭飞燕不过瞥了一眼 竟判断对了 而且一次判断了三株 这能耐 律药房里的钥匙 没几个赶得上的吧 南宫大人越发肯定自己的猜测 心中暗道 不简单 一定不简单 南宫大人 你说话呀 南宫大人至今还捉摸不透 晋王殿下的心思 并不想说太多 可是 面对孤躁的怀宁公主 她都忍不住心生反感 禀公主 下官职掌御药房十年了 还没遇到哪个人 能一眼见出商路的 这孤躁女呀 不得了 屈为躁女呀 真是委屈她了 这 环宁公主差点咄舌 而四下众人 面面相去都毫不意外 虽然大家都是外行人 却也能知道 一眼见对药材 是真有本事啊 这孤飞燕难不成 是个深藏不露的高手 边上齐家姐弟 岂只是意外 简直惶恐 万一孤飞燕是有真本事 那嫌疑人 岂不就是齐父方一个人 齐宇不相信 她自幼跟孤飞燕订婚 对她还不了解吗 虽然孤家祖坟上 出了不少医药高人 可那都是几百年 甚至上千年前的事了 并没有传承下来 孤飞燕就算有大本事 也大不过大药师吧 齐宇正要提醒 环宁公主 却抢先开了口 孤飞燕 本公主让你挑的是六单商路 并非商路 你少糊弄大家 齐宇不作声了 她心里头感激怀宁公主 怀宁公主这一回 为了齐家真真是尽心尽力 孤飞燕依旧不理睬 怀宁公主的叫嚣 南宫大人 劳烦将商路拿出来 我好继续 她说着 转身将绑着绷带的双手 伸向夏小满 示意夏小满帮忙解开绷带 这时候 大家才意识到 她食指揭商 并不方便用手 她先挑出商路 并非有意糊弄 是为减少负担 一时间 众人都安静了 一直给自己加戏的 怀宁公主 终于感觉到了尴尬 不自觉闭了嘴 毕竟这行是她上的 夏小满动作很轻 小心翼翼的 绷带拳拆开后 只见 孤飞燕的每根手指中段 都有严重的黑青 不少敷药的地方 又渗出了血 不少人都不敢看了 孤飞燕似乎还忍得住 表情淡定 可当她试着动了一下手指 忍不住醋眉 露出了疼痛的表情 食指连心 指痛心痛 这话说的一点都不假 这种疼痛 就像是寡心一样 并不说被上行的时候 然而 被上行的时候 她都忍了 何况是现在 孤飞燕咬了咬牙 没有耽搁 南宫大人 有劳了 南宫大人连忙将 三株商路取出来 留下七株药材 郭飞燕忍着剧烈的疼痛 拿起了第一株 开始鉴别 她平速的手速是非常快的 几乎令人看不出 她的健药流程 无奈手指受伤 她只能放慢速度 她将药材拿在手里 观形文位之后 从下而上 对颅 顶 体 溜尖 腿 支根 须根 各个部位 抚摸 按捏 检查完了第一株 她并没有给出答案 咬着牙继续拿起了第二株 第三株 第四株 寂静中 众人全部都盯着孤飞燕看 只见她眉宇间 布满了疼痛 却不减认真与专注 虽然年纪轻轻 身份卑微 可那专业沉稳淡定的模样 并不逊色于一旁的大药师 这样的女子 令人感觉不到可怜 而是心生敬佩 即便是其欲 看得都有些动容了 当孤飞燕放下第七株药材 众人才缓缓缓过神来 环宁公主又是第一个开口 怎样 验出来了吗 孤药女 你可验完了 南宫大人又紧张又好奇 虽然他认可 孤飞燕有真本事 但是他也不相信 孤飞燕能建出六丹商路 就刚刚 孤飞燕建药的方法来看 同一般的建药流程 并没有多大区别呀 这里头 一共有六株人参 一株六丹商路 是对 是错 大家全都朝南宫大人看过来 等答案 南宫大人的心跳一下子就快了起来 没错 这一下 大家更紧张了 南宫大人都也迫不及待 追问道 孤药女 哪一株是六丹商路 请说清楚 一三五是十年人生 而第六第七株是三十年 南宫大人 第二株为六丹商路 二十年龄 对方 南宫大人目瞪口呆 即便早料到孤飞燕不简单 可当孤飞燕亮出真本事 他还是难以置信 不品尝而能鉴别出六丹商路 这样的事都能写入天言的药学史了呀 何况 孤飞燕竟连年龄都给鉴别出来了 不得不说 南宫大人的表情 让怀宁公主十分惶恐 他急急问 对不对 你说呀 没 没错 第二株确实是六丹商路 二十年龄 也 也对 怀宁公主也争住了 而全场也安静到了极点 谁都没有想到 孤飞燕不仅仅有真本事 还有这等大本事 其欲不娶她 一定是看走眼了吧 孤飞燕终于理睬怀宁公主了 她面露微笑 眸光瑟瑟 怀宁公主 奴婢没有嫌疑了吧 怀宁公主目瞪口呆 再也说不出话 孤飞燕正才转头 朝静王殿下看去 这一看 她才发现静王殿下拉着脸 脸色 比刚刚还要难看一辈 她露了这么一手 不仅喜清嫌疑 也算是为静王府长脸了 静王殿下不应该高兴一点吗 她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呀 孤飞燕也不管那么多了 她认真的说 静王殿下 奴婢是否有嫌疑 请明见 君九成的反应 那叫一个直接 她冷冷问 齐父方 你招不招 齐父方吓坏了 跪着大呼 燕梦啊 命女是燕梦的 命女是燕梦的 齐玉也吓坏了 一边帮忙喊着冤 一边朝怀宁公主使眼色 五千斤的物证并不充足 如果怀宁公主站出来做伪证 这事环姐的余地就还非常大 怀宁公主当然明白 她正犹豫着 这时候一个牙胃突然闯进来 秉静王殿下 狱中有人说要招供 这一下 所有人都震惊了 没想到会有这种转机 只是这对齐父方来说 是福是祸 谁都不清楚了 怀宁公主和齐父方非常清楚呀 齐父方帮忙怀宁公主买的药工 不止陈三元一个 还有一个李葛存 是何人 要招供何事 是一个药工 名叫李葛存 说是被人收买 有证据 一定要见殿下才敢说 压上来 听了这话 齐父方的心跳差点停掉 她缓缓回头朝怀宁公主看来 怀宁公主面色如土 彻底傻眼了 本专辑免费收听 搜索同名专辑快更版 会员全集免费哦 李葛存是个中年男人 大臣三元好几岁 他一被压上来 却也跟臣三元一样 胆怯慌张 一进大门就不停地用恐惧的眼神 偷瞄齐父方 齐父方早就没有之前的弃眼 他看了李葛存一眼 就低着头 不敢再看第二次了 李葛存 你被何人收买做了何事 有何证据以柄说来 若有一句谎话 罪同竹谋 李葛存一副吓得贵不稳的模样 结结巴巴地回答 静皇殿下 齐大小姐让奴才污蔑顾飞燕 他说一定会有人供出顾飞燕 等审讯的时候 让奴才说谎 污蔑顾飞燕 找奴才询问过 六丹商路这要 这一下 所有人都震惊了 面面相去 不敢作声 齐傅方若真是凶手 那这事就 大了 这时候 李葛存尽胆怯的 朝齐玉看了一眼 众人的视线 立马追随而去 齐玉蒙了 君九尘 眼底闪过了一抹复杂 问道 证据 证据呢 齐大小姐让奴才在西军营任都头的堂兄提拔为指挥使 他还说 还说只要奴才把事办妥了 就想办法让奴才在三年里当身钥匙 这话一出 齐傅方猛地抬起头来看 大喊 你是皇 你污蔑我 他就给了李葛存几百金而已 压根就没有答应过他这件事 西军营负责靖阳城西边的防守 公皇上随时调派 自然是齐家军组建的 可是军中制度非常森严 岂是他一个女人家可以干涉的 这李葛存跟陈三元一样 也被其他人收买了 不仅仅要供出他 而且还要污蔑他 污蔑齐家 齐悦也算明白过来了 无比气愤地冲上前来 李葛存 西军营岂容你污蔑 我看你是活逆了 你 可惜 他话还没说完 军九尘就重重地拍了醒目 齐悦不敢造次 恭恭敬敬地作依 靖王殿下 这是污蔑 这是 来人 素质并不喝茶 没多久 牙卫就回来了 一起来的还有兵部尚书陈大人 陈大人带来了兵集 当场翻查 果然找到了李葛存在西军营的堂兄 李炳杰的名字 上头还记录了四天前 李炳杰从都头晋升为指挥使 而提拔他的正是齐悦手下的一个副将 陈大人秉完了 全场可谓鸦雀无声 就是对真相心中有数的郭飞燕 都心有余悸 幕后这只老狐狸 这一招将计就计 未免也太可怕了点吧 埋了那么多些 如此天衣无缝 这是要黑死齐家的节奏呀 此时此刻 齐悦的后背 怕是早就被冷汗湿透了 一听到李炳杰这个名字 他就绝望了 提拔李炳杰是副将提议 他点过头的 这属于正常提拔 可是这个时候还有谁会相信他 会相信他的副将呢 急于什么都不避讳了 当众就回头朝怀宁公主看去 露出无比明显的恳求目光 这个时候 怀宁公主就算做了伪证也没用了 只能为姐姐顶罪 只有怀宁公主站出来 说这一切都是他主谋 都是他逼迫姐姐的 齐家才能幸免 怀宁公主在齐家的时候就说过了 如果摆平不了这件事 他会站出来顶罪的 然而 刚刚还无比热心 还不停宣兵夺主 过躁强化的怀宁公主 早已闭紧嘴巴 不敢出声了 他看着齐悦 眼眶有点湿锐 仅此而已 迟迟没有给他回应 六丹伤鹿可是会致命的 这是一桩谋杀晋王殿下的大案子 他担不起呀 齐夫方 本王最后问你一句 认不认罪 君九尘冰冷的声音 打破了满堂寂静 愣着的齐夫方才缓过神来 猛地转头朝怀宁公主看过来 他谋中恳求的目光 比齐悦还要明显三分 他不是恳求怀宁公主定罪 而是恳求怀宁公主认罪 这事儿 怀宁公主才是主谋 他只是帮凶 若不是怀宁公主跟他保证 服用六丹商路不会有大碍 他断断是不敢出面去收买人的 更不敢打静王殿下药膳包的主意 现在证据确凿了 只有怀宁公主能救他 怀宁公主还勉强直视齐悦的眼睛 一见齐夫方也朝他看过来 他就 孬了 他慌张地别过头 看向别处 假装没有看到齐夫方 这 齐夫方目瞪口呆 姑非燕将齐家姐弟的反应 看在眼中 嘴角不自觉勾起了一抹嘲讽 他想 怀宁公主对齐悦的感情 也不过如此 真不知道齐悦被这种女人喜欢 到底有什么好炫耀的 君九传一将一切看在眼里 他并没有犹豫 很快就下令 来人 将齐夫方压下去好好看着 传令下去 齐家任何人 不许离开静阳城半步 为这就地正伐 本王会比明皇上 再行定夺 完了 齐夫方大急 过不上那么多 急急喊冤 静王殿下 民女冤枉 冤枉啊 陈三元和李葛存 确实是民女收买的 可是民女 柳丹上路是 是 是怀宁公主给民女的 这话像是一个霹雳 突然砸在公堂上 震惊了所有人 怀宁公主懵了 比她更懵的还有齐悦 谋杀静王殿下 是要诛九族的 齐夫方没得选择 指向怀宁公主 继续说 穿三元的五千金 也是怀宁公主给我的 李葛存说谎 我没把她淘宁禁盛 我没有 怀宁公主还说 扶了柳丹双路 不会有什么大碍 否则 否则 我就是吃了豹子蛋 我也不敢谋害 静王殿下 殿下 我冤枉啊 冤枉啊 齐夫绝对相信 自家姐姐没有胆子污蔑怀宁公主 她不可思议地朝怀宁公主看去 拳头都暗暗地握了起来 原来这件事是怀宁公主干的 怀宁公主一直在骗她们 怀宁公主 你 你 其余气得都说不出话来 清军的脸 渐渐变得争年 怀宁公主从来没有见过她的生气样子 她吓得眼眶大红 不自觉想解释 我 我 这时候 一道灵力的声音从堂外传了过来 蓄意谋杀 静王在前 污蔑怀宁公主在后 谁给你们齐家这么大的狗胆 你们是要造反了 众人回头看去 只见来者五官鹦鹉贵起 人高马大 不是别人 正是天眼皇上的长子 怀宁公主 同母所出的哥哥 大皇子 君耀胜 君耀胜 年近三十 鹦鹉贵起 身材魁梧 他一走进来 众官员便纷纷起身行礼 就连君九臣也站了起来 见状 孤飞燕也忍着脚痛 站起来扶身 君九臣虽起身 却也不怎么客气 只冷冰冰道了一声 大皇兄 便令人搬来椅子 君耀胜倒是非常客气 示意君九臣先坐 君九臣就真坐下了 顺带替他让所有人都平身入座 郭飞燕巴不得赶紧坐下 他心下暗暗感慨 君王殿下果然是最尊贵的 这大皇子虽是当哥哥的 也明显要让他几分呀 郭飞燕对几位皇子都了解过 当然包括大皇子 身为皇族长子 君耀胜本该是太子的最佳人选 只可惜他并非嫡出 他和怀宁公主同出异母 母妃是孕贵妃 名幻季孕之 出身十分卑微 天延皇上君行坤还未称帝 建立天延国之前 孕贵妃不过是他的贴身奴婢 生下君耀胜之后 才被纳为妾 随后又生下了怀宁公主 十年前 君氏家族统一悬空大陆北部 称帝建制之后 孕贵妃才被立为贵妃 君耀胜成了大皇子 怀宁公主也被赐了公主名号 君行坤年轻时风流倜傥 纳的妾不少 生了子女也不少 称帝之后 更是有后宫家里无数 然而他最宠爱的 还是孕贵妃 而他最器重的 却是嫡出的两个儿子 君九臣和太子 不为别的 只因为血统 君行坤的发妻梦事 也正是君九臣和太子的母后 身世神秘 血统非常尊贵 他死于十年前 战场的瘟疫 后被追封为皇后 他的葬礼上 君九臣并没有出席 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 民间有了君九臣失踪的传言 而三年前 君九臣回到靖阳城 这件事就渐渐被人遗忘了 见到君耀胜 孤飞燕才想起来 打听来的这些事 对于君九臣 他有太多的疑惑 不过好戏当前 他可没空想别的 君耀胜应该是 淮宁公主搬来的救兵吧 君耀胜为了得到 其家的支持 一直也非常赞成 淮宁公主和其语成婚 可是 就他刚刚在门口说的那句话 显然是要弃居保自己了 果然 君耀胜一坐定 立马呵斥淮宁公主 淮宁 其父方如此诬蔑你 你就不知道说句话吗 淮宁公主原本被 其遇下得差点失去理智 被君耀胜这么一呵斥 他算是彻底的清醒了 这么大的罪 别说他就是皇兄和母妃也当不起 他不愿意 却不得不避开其遇的视线 走到君耀胜的身旁坐下 君耀胜却还不满意 说话 淮宁公主差一点就哭了出来 好一会儿才说 其他小姐污蔑我 我没指使过他 其遇跪着 浑身无力 他太了解君耀胜了 他知道没戏了 其父方惶恐的都有些疯癫了 他突然惊呼起来 简钥匙 对 还有简钥匙 剑王殿下 简钥匙可以作证 柳丹上路 是简钥匙给怀宁公主的 简钥匙可以为我作证 其遇才想起来 怀宁公主也说过这位简钥匙 他朝怀宁公主 投去憎恨的目光 恨请金王殿下传唤简钥匙 还我齐家清白 怀宁公主终于朝祁钥看过来 她的心里狠狠咯噔了一下 整个人陷入无法形容的紧张中 这时候 军钥匙大声说 金王 既然他能说出证人来 不妨传来当众审一审 免得落人画饼 不必他们说 君九成自然是要传简钥匙的 谁知道 崖魏去了一趟回来 没有带来简钥匙 而是带回了一张白纸 简钥匙在不久之前 畏罪上吊自杀了 他在白纸上头 写明了自己受其父方所托 重金在禁拍场 购回了六单商路 自己后悔莫及 以死谢罪 怀宁公主不知道 为何会这样 但是 他绷着一根弦 总算是放松下来 他忍不住吐了一大口浊气 而其遇 他连看怀宁公主的力气都没有了 更别说是辩解 其父方像是傻了一般 不停喃喃自语 冤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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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场陷入一片寂静 其父方的喃喃声显得格外的哀怨 君九成低着头 看着白纸上的字 似乎在思索什么 他长长的睫毛 在眼下投下了一片阴影 那安静的样子 让整个人显得更加孤冷 令人不敢打扰 君药圣原本还要说点话 进军九成内模样 到了嘴边的话就吞了回去 他心中有鬼 怕说多 错多 此时 孤飞燕也沉思着 他还一直纳闷六丹商路是怎么到桓宁公主手上的 现在才知晓简药师这个人的存在 无疑简药师也是老狐狸的人 只是 他想不明白 简药师之死是老狐狸所为 还是君药圣所为 他一直在琢磨老狐狸这个局里头的破绽 如今看来 简药师之死 极有可能成为破解这个局的口子了 寂静中 君九成偏头 同衙卫而语 去 请无作饮食 不许其他人动尸体 衙卫匆匆离开 在场众人都好奇他交代了什么 却没人敢问 来人 将其父方等人关入死牢带皇上定罪 将其玉押回其府 没有本王的允许 任何人不许踏入其家半步 君九成这个处决 明显比刚刚的要严厉很多 其玉无话可说 任由牙尾押送 静字冷笑不断 而其父方一被牙尾押住 忽然就激烈挣扎起来 他像是风里一样大喊大叫 我没罪 我没罪 怀念公主救命啊 怀念公主救救我 救救我 他喊着喊着 就要朝怀念公主扑过来 怀念公主吓得什么都不敢说 使劲往君要胜的背后躲 两个侍卫过来 才压制住其父方 将她拖下去 我什么都没做过 其玉眼睁睁看着发疯的姐姐被拖走 无能无力 他突然止步 回头深深地看了怀念公主一眼 那眼中的憎恨 像是永远都不会消退 怀念公主终于忍不住 埋头在君要胜怀中大哭 她这么做 还不都是为了其玉 其玉为什么不能为她想一想 她也不想事情变成这样的 她也是身不由己的 才不能说出真相的呀 郭飞燕将一切看在眼中 她可一点都不同情 她也不知道 靖王殿下是否怀疑姐要失的死有蹊跷 她暗暗琢磨着自己 得尽快提醒靖王殿下老狐狸的存在 否则时间拖久了 以老狐狸的手腕 这案子怕是不会有转机了 齐家固然可恨 可怀念公主也不能这么逍遥法外 更重要的是 老狐狸的奸计不能得逞 司机死 郭飞燕突然想起那个臭冰块来 那家伙应该也在关注着这件事吧 他会不会再插手呢 郭飞燕沉浸在自己的思绪里 并没有注意到 君九成已经起身 朝他走了过来 君九成都快要到郭飞燕面前了 郭飞燕才发现 不得不承认 君九成长得太俊了 就算是拉着脸都那么好看 可谓三百六十度无死角 赏心悦目 郭飞燕想趁热打铁 对简药师的死提出质疑 可他还未开口 大皇子君药圣就跟着君九成走了过来 真没想到 区区一个药女 竟能能打药师所不能 君王 你这慧眼识珠的本事 何时传授传授 君药圣是只笑灭虎 表面对剑王礼让甚至奉承 可实际上心里头却是极度憎恶 毕竟 剑王殿下若是没有回来 太子就不会是他的对手 大慈祀的倩吻 从未错过 君药圣打量了孤飞燕一眼 似乎也没有真正把他当作是一个能人 放在眼里 他很快就岔开了话题 靖王 齐家这案子姿势体大 不可耽搁 咱们还是速速回宫 召集众臣 同父皇商议 君药圣一点都不放心君九成自己去见父皇 就怕君九成告怀宁公主的状 再者 他也有一阵子见不着父皇了 有不少传言说 父皇病危 靖王隐而不报 他自然是要趁这个机会 探个虚实 我这就入宫秉明父皇 是否召集群臣 得由父皇定夺 君九成眼角的余光 撇过孤飞燕的双脚 似乎想要说点什么 可最终什么都没有说 表情冷漠依旧 从他面前走过 渐渐远去 君药圣立马吩咐下人 将哭成泪然的怀宁公主送回宫 自己大步追上了君九成 无论如何 他今日都要见着父皇 郭飞燕看着君九成消失在大门口的背影 心下竟浮出了一抹失落感 连自己都吓了一跳 他不敢多想 急急说 夏小满 咱们回去吧 我快疼死了 他恨不得当场就把鞋袜 全部脱了 夏小满立马走到他面前 半蹲下 上来 我背你 你能背我 我可不想摔了 快 趁我到马车上去 就你那瘦不垃圾的身板 本公公背你回晋王府 都不是事 上来 快点 郭飞燕还要变 夏小满却站起身来 气呼呼地说 本公公从来没背过人 你是头一个 过了这村 没这地儿 你要么上来 要么自个儿爬回去 有求于人 郭飞燕还能怎样 他沉着脸 示意夏小满蹲回来 夏小满嘚瑟一笑 立马蹲下 毕竟不哑观 夏小满背着郭飞燕 走了后门 虽然郭飞燕很瘦 可夏小满终究是个孩子 背起他来 还是有点吃力的 郭飞燕忍不住低声道 辛苦了 夏小满沉默了一会儿 才别扭地回答 应该的 你在牢里 也替本公公受罪了 他若不是故意 激将怀宁公主保他 也不至于伤到这种程度呀 郭飞燕听得出 他的不自在 差点偷笑出声 他倾壳了一下 故意不屑 我才不是替你 污蔑我 你 殿下今晚能回来吗 我不清楚 但这么大的事 每个两三天 怕是回不来的 郭飞燕愁了 两三天的时间变数太大了呀 怎么办 这时候 突然有人从背后抱住 郭飞燕的腰肢 郭飞燕大害 正要回头 整个人就突然从 夏小满后背被抱起来 落入一个硬实的怀抱里 郭飞燕定神一看 只见抱他的人不是别人 正是许久不见的程亦飞 这丝今日没有穿铠甲 着了宝蓝色的变装 少了瓶素的硬气 更显得意气风发 桀骜不驯 郭飞燕和夏小满都懵了 程亦飞在公堂外面 已经心疼很久了 若不是主审官是晋王殿下 他才不管什么案子不案子 早就藐视公堂威严冲进来了 满公公 姑要你伤成这样 为何还不宣太医 就地处理伤口 夏小满还未回答 程亦飞就又说 太医就在本将军马车上 一切回去 待处理了伤口 本将军亲自送他回去 夏小满立刻端起了 晋王府大总管的架子 严肃地质问 陈将军 你这成何体统 还不快把人放下来 晋王府的人也敢动 你吃了 殿下若追究 本将军自会交代 程亦飞横抱着孤飞燕 转身大步就走 夏小满追上来 最后还是孤飞燕开了口 夏小满 你先回去 我跟程大将军有事要谈 谈完了就回去 孤飞燕当然不想跟程亦飞有瓜葛 可是提醒不了晋王殿下 他可以从程亦飞这边入手啊 老狐狸的事 跟程亦飞谈好多了 夏小满并没有想那么多 只当程亦飞和孤飞燕之间真有暧昧 他特别鄙夷地看了孤飞燕一眼 才离开 哼 殿下才不会喜欢你这种 水性洋花的女人 这话 孤飞燕和程亦飞自然是都没听到的 确定夏小满走远了 孤飞燕就急急地说 程亦飞 五公公那边有动静吗 这个案子 跟你那事绝对是同一人干的 咱们得想想办法 提醒晋王殿下 程亦飞听了这话 眼底闪过了一抹震惊 只是他仍然着急 孤飞燕的伤势 并没有回应他 而是抱着他大步往马车走 程亦飞 这件事很重要 再拖下去必有变数 再重要 有你的伤重要吗 你就这么不怕疼 程亦飞那一贯 玩世不恭的脸上 写满了严肃 让孤飞燕都不自觉安静 他一直以为这个家伙 不会有这么正经的时候 到了马车上 见着女医 孤飞燕也只能暂时安静 程亦飞将孤飞燕放在马车上 动作很慢 眉宇间却斜满了交集 快帮他上药 酒脚都有伤 轻点 他说着 竟担心屈下 要帮孤飞燕脱去鞋腕 孤飞燕愣了 女医都吓着了 没想到这个手握数十万大军的大将军 居然会为女人屈膝 难不成 他跟孤飞燕有染 并非要报复其家 而是真心爱上 孤飞燕缓过神来 急得脱口而出 程亦飞你滚出去 你娘没教过你男女 说说不清吗 这话一出 女医更震惊了 孤飞燕一个小药女 居然敢这么跟程大将军说话 这一定是有恃无恐 恃宠而娇了 这时候 孤飞燕才注意到女医那无比复杂的表情 她有种跳进大海都写不清的绝望感 她不得不抄程亦飞 投去恳求的目光 看着孤飞燕恳恳求的目光 程亦飞是意外的 毕竟 在她的认知里 这个小药女并不介意流言蜚语 世人评论 更不会轻易求别人 她倒也没犹豫 什么都没说 退出了马车 没一会儿 孤飞燕的手又缠满了绷带 鞋袜托在一旁 脚趾也被包扎得严严实实的 女医一离开 孤飞燕就迫不及待地 继续刚刚的话题 程亦飞 吴公公那边 程亦飞的眼里只有她的伤 她打断了 叫妖女 看疼吧 程大将军 我跟您说正事呢 你急什么 吴公公在本将军手上 孤飞燕倒抽了一口凉气 好不意外 你说什么 原来 程亦飞回城后 一直安排人盯着吴公公 三天前 她得知吴公公突然秘密离宫 还带走了几个太监 她立马追查 可惜刚出城就给跟丢了 就在昨天半夜 突然有人将吴公公丢在她院子里 吴公公被五花大绑 身上还藏了一包不知名药材 和一些奇怪的药方 她权衡了一番 便私下关押了吴公公 秘密审讯 可是吴公公嘴巴非常严 一句话不说 她得知金王殿下在大理寺亲自审案 原本只是想过来凑凑热闹 并没有想到会见到她 如果她不说吴公公跟金王的案子有关 她也不会将两件事联系到一起 孤飞燕听完了 脑海里一直是那个来路不明的臭冰块 她有九成的把握 这件事是那个臭冰块干的 看样子 她还一直关注着这件事 她虽然坑了它 但看这个样子 应该不会坑金王殿下的 知晓她还一直在暗地里盯着 孤飞燕终于不那么着急了 只是她不明白 那个臭冰块到底是不是八皇子 明明一直在帮助程义飞 为何要隐瞒呢 这就怪了 是什么人做的 本将军也好奇得很 此人对真相 怕是了如指掌 他在帮你 倘若吴公公同药膳一案又牵连 此人怕不是在帮本将军 而是在利用本将军 知晓事情的孤飞燕 只能不做评价 程义飞眼底赏过了一抹仇恨的寒忙 想要你 吴公公跟这案子 到底有何亲历 你可别告诉本将军 齐家是无辜的 孤飞燕虽然是憎恨齐家 却还是诚实地回答 齐家不是无辜的 但也罪不治诸九族 程义飞盯着孤飞燕看 明显很不爽 孤飞燕生怕 程义飞将吴公公藏起来 不协助查案 他急急要劝 程义飞却耸了耸肩 一副无所谓的样子 罢了罢了 本将军要骑老贼的性命 也不差这一时半会儿 免得到时候 内有叛军 外有劲敌 受累的还是本将军 本将军 且帮他骑老贼一把 到时候心仇旧恨 一块儿散 虽然程义飞 一副点儿郎当的语调 孤飞燕还是听得出来 这家伙对形势 估计得很准 也看出了老狐狸的 真正目的 能在仇恨中看清楚局势 客观地对待事实 为国之安危 割下了家之血仇 这家伙果然是个真汉子 不辱程家军的威名 对得起天言 数十万大军的拥戴 看着程义飞 那极傲不逊的侧脸 郭飞燕发现 自己没有救错人 也不是那么不喜欢他了 吴公公的那包药 能不能给我瞧瞧 吴公公那些药方蜜 含十分隐晦 拿来当证据 未必能说服所有人 臭冰块即将吴公公交给了程义飞 必定会有其他案开吧 程义飞一副若有所思的模样 家妖女 你跟哥哥回府 把哥哥伺候高兴了 哥哥我就告诉你 哥哥 这不正是上一回在府满楼里 郭飞燕故意当众演戏 称呼他的吗 郭飞燕恨不得将他踹下车去 只可惜脚伤着 他深吸了一口气 让自己冷静 程义飞 你就这么喜欢给自己招惹流言蜚语 你不怕讨不着媳妇吗 要是让人家知道他去了程家 天知道会有什么后果 程义飞却突然轻声而来 本将军不怕 你不是比本将军更不怕吗 他不怕 不怕并不代表喜欢 再者 他现在的身份不一样了 郭飞燕挺起身子 将程义飞逼回去 程大将军 奴婢现在是晋王府的人 不能给晋王殿下丢人 也请你自重 程义飞微微愣住 他沉默了两久 似乎有些不舍 最后还颇为认真的点了点头 好 你跟我回去看看那药包 我就送你回晋王府 到了城府 程义飞像是变了一个人似的 非常正经 他没有再抱姑飞燕 而是给姑飞燕找了轮椅 都说这家伙 对晋王殿下又福气又尊重 看样子是一点都不假了 靠着晋王殿下这棵大树 府里简直不能再好了 程义飞带着姑飞燕下了地牢 姑飞燕并没有露面 就在边上瞧了瞧吴公公一眼 只见吴公公双手被吊着 低着头一副毫无生气的样子 有求死的心 看样子是选不出来的 得提防住 不能让他死 他就算不开口 也是证人 放心 防着呢 两人低语着 很快吓人就送来了药包 程义飞一打开 郭飞燕立马就惊到了 天哪 这包药材全部都是跟六丹商入一个级别 全是稀罕物 顶级真品 郭飞燕的注意力一下子 就落在了一包土黄色的药粉上 他连忙让程义飞将药粉拿过来 认真一闻 只能确定 这药粉里有很多深类药材的成分 却闻不出具体的成分 双手不方便 时间也有限 郭飞燕犹豫了一下 一边寻了话题 转移程义飞的注意力 一边偷偷动用意念 让小药顶偷取了一些药粉 分析检验 小药顶一验 立马有了结果 这包药里 有十多种深类 和一味六丹商路 这就是证据啊 六丹商路绝非是一德之物 整个御药房都只有一株 把这种东西给靖王殿下 以靖王殿下的聪明 必定会想到两个案子有大牵扯的 只要靖王殿下两案并查 老狐狸迟早会被揪出来 郭飞燕大喜 正要告诉承义飞这个好消息 这时候 仆人却匆匆来饼 将军 大理寺少卿 龚大人求见 承义飞都意外了 这个节骨眼上 大理寺的人找他做什么 郭飞燕更意外了 龚大人 不正是调查 解药刺客的那位吗 承义飞怕 郭飞燕饿着 安排了婢女伺候他吃饭 才去见龚大人 郭飞燕一见小米粥和青菜 心头便浮出了一抹暖意 没想到承义飞这个 长居军中的大男人会这么细心 竟记得他之前说过 酒恶一清淡 他一边吃 一边琢磨着龚大人的来意 两久 承义飞才回来 一脸呆笑 瞧瞧你 好事 你猜猜 郭飞燕一边吃一边催促 少卖关子 快点说 吴公公和检药师扯上了 这么巧 怎么扯上了 郭飞燕很不可思议 这是想睡觉 就有人送枕头了呀 上一回劫持你的那些刺客 供出了吴公公 说是吴公公收买了检药师 才知晓送药的路线 他们刚寝室进宫要抓人 才发现吴公公失踪了 龚大人过来时 承义飞的话还未说完 郭飞燕嘴里一大口吸粥就喷了出来 喷了他一脸 承义飞愣了 郭飞燕急急道歉 我不是故意的 周遭的婢女以为大将军要发火了 吓得跪了一地 承义飞却胡乱地擦了脸 没好气地问 不就是两庄案子扯上了 你激动什么 郭飞燕不是激动 而是惊吓呀 当初解药的刺客正是臭冰块 后来被大理寺抓走的那些刺客 是臭冰块安排的替死鬼 而且臭冰块当初知晓送药的路线 是他自己查的 并非吴公公的透露 更跟解药师没有关系 如今臭冰块让替死鬼污蔑吴公公 轻易就让吴公公和解药师有了牵连 而两庄案子也有了仙扯 这分明就是黑吃黑嘛 换句话说 臭冰块当初安排那场假劫池的原因 不怕大理寺查到他身上 而是借机让手下的人留在大理寺 好作伪证 怪不得他会把吴公公丢到成义妃这儿来了 这是安排好的 要借成义妃的手把吴公公送出去 这种城府未免太深了点吧 老狐狸的心思缜密 手段阴险 如今看来 这个臭冰块一点也不逊色 甚至更胜一筹 这场大戏牵扯了那么多人 实际上不过是他们两个一场暗中的较量 这太吓人了 你想什么呢 承义妃追问下 孤飞燕才从思绪中缓过神来 她当然不敢说出真相 她只解释 这么巧的事 我当然激动了 晋王殿下进宫见皇上了 万一皇上定了案就坏了 快 你快点想法子 把吴公公和赞乌都交出去 如今所有人都以为 简要是背后的人是齐家 只要承义妃把吴公公交出去 案情就有转机 齐家也有喊冤的机会了 承义妃犹豫了一下 问道 小妖女 你等我消息吗 公飞燕琢磨着自己 现在手脚不变 回了建王府 要见着承义妃就难了 她点了点头 我等你消息再走 你速去速回 承义妃大喜 喊了好些婢女过来伺候 姑飞燕 才放心离开 姑飞燕确实需要伺候 她在婢女的伺候下 洗漱了一番 像是驱走了浑身煤气 整个人都清爽了许多 姑飞燕跟婢女讨要了一间客房 让婢女们都退下 她坐在榻上 犹豫了一番 才很下心 用嘴巴 咬掉手上的绷带 又忍痛 插在脚上的绷带 没办法 想伤快点好 就只能再遭一次罪了 那个女太医虽然给她敷的药是极好的 但终究比不上她自制的 她的药敷上去不必更换 两天就能痊愈 把绷带都拆了 姑飞燕吐了一口浊气 才开始集中精神 动用意念 她以意念配了一份药方 传达给小药顶 不过眨眼的功夫 小药顶立马在空间里抓好药 以神活辅佐之 制成膏状 她的意念再一动 药膏就落在了手边了 真乖 姑飞燕太习惯了 以至于忘了手伤 随手就拍了一下小药顶 一下子给疼得抽了好几口凉气 都缓不过来 这时候 背后突然传来了一个不悦的声音 傻 姑飞燕愣了一下 猛地回头看去 只见背后不知何时站着一个男人 银白假面 黑衣净装 请拔傲暗 孤冷寂静 尊如夜之神奇 郭飞燕震惊地脱口而出 臭冰块 君九成醋了眉头 分明是不喜欢这个称呼的 她不悦道 谁准你乱喊 郭飞燕没有想到 这家伙坑了她 还有脸来见她 她凶巴巴地骂道 臭骗子 你还敢来 说什么要收我 你就是个骗子 也不知道君九成是无话以对 还是不想废话 她打量了她满是瑜伽的手脚一眼 视线就落在了一旁那堆药膏上 凭空生药 你那要顶 果然不是俗 你来多久了 你偷窥我 你 顾飞燕激动地站了起来 瞬间脚趾大疼 她本能地 屈起脚趾 整个人就不受控制地往后仰 就在这一瞬间 君九成想都没想 剑步上前 轻身而去 一手拦腰将她抱住 一手捂住她的嘴巴 两人一仰一抚 四目相对 彼此似乎都争了 君九成最先缓过神来 还是那不悦的语气 傻 郭飞燕甩头 睁开脱她的手 臭流氓 你放开我 君九成瞥了她背后的暖榻一眼 优雅地一抽手 郭飞燕就后仰 摔在了暖榻上 一点都不疼 她这才发现 自己只要往后摔 再怎么摔都不会疼的 想起自己刚刚叫的那么大声 郭飞燕都忍不住尴尬起来 她学乖了 不敢冲动 将这食指 小心翼翼地侧身 用手肘 撑在踏板上 好一会儿才坐起来 君九成早已不请自作 就坐在她的身旁 她随手取了药膏 认真打量 只见 这药膏用一片不知名的大叶子盛着 为绿色 新银剔透 气味芳香 有些轻烈 你要换药 此药有何良相 郭飞燕原本对她就没有好印象 心怀戒备 加之刚刚知晓 她的城府比老狐狸还深 她就更加提防 你少碰我东西 你来做什么 直说 君九成没有回答她 她低着头 用两个手指 青驴起一些药膏来 嗅了嗅 才说 手 手 姑妃也没明白 君九成另一只手伸出来 语气冰冷 略带命令口吻 不要 把手伸出来 敷药 这家伙有那么好心吗 不安好心吧 郭飞燕第一反应 就是把双手藏在背后 呵呵冷笑 哼 说不起 也对 喊婢女来吧 你到底想干什么 喊来婢女 她怎么解释 她这些药膏怎么来的呢 这家伙分明就是在威胁她 君九成不回答她 仍息自如今 手 姑妃也拉着脸 迟迟不动 君九成终于抬眼看来 那冰冷的眼神 就像是在警告她 不要让她讨第三次 姑妃也气愤地同她对视 咬住上唇 小脸变得特别难看凶悍 极其不情愿地将手伸了出去 就差冲她翻白眼了 在君九成面前的女人 哪一个不是费尽了心思打扮 撒娇 聊拨 力求露出最完美最迷人的一面 郭飞燕这种鬼脸 她还是第一次见到 她那崩了一天的嘴角 都有些忍俊不惊了 幸好还是忍住了 她只当作没瞧见 低头抓住她的手腕 这一抓 郭飞燕就真的紧张起来 不自觉地崩起了身子 这种紧张 并非是第一次被男人抓手的紧张 而是害怕 害怕这家伙使坏 弄疼她 君九成原本还有一些忍俊不惊 一认真检查 郭飞燕那严重瘀青的手指 她的嘴角又渐渐紧绷了 前一刻想笑 下一刻马上不高兴 情绪似乎已经被这个女人牵着走 可惜她自己并没有意识到 她取了药膏 却似乎有些犹豫 不太敢下手 郭飞燕哪知道她心情波动 她紧张兮兮地盯着她的手看 本就怕她用力 见她迟迟不下手 更是怀疑她在卯劲了 她最后选择了闭眼 然而 没一会儿 肿痛的手指上 竟然传出了一阵清凉 和细微的疼痛 她连忙睁眼 只见君九成的动作特别轻 甚至可以说是温柔了 她只用一个手指的指腹 沾了药 小心翼翼地涂满她的伤处 才慢慢地轻轻地打圈运开 虽然不是完全不痛 可对于这么重的伤势来说 真的算不上什么了 郭飞燕太意外了 脑海里第一个想法就是 这家伙转型了不超 她偷偷抬眼瞄她 却见银摆假面之下 她的眸光格外专注 似乎 似乎还有两三分温柔 冰块也有温柔的一面 那该融化了吧 郭飞燕很快就觉得 是自己想太多了 手不疼 她也多少没有放松下来 犹豫了下开始试探 喂 你不会是良心发现 来跟我表达歉意的吧 君九成继续不语 郭飞燕又到 吴公我那包药怎么回事啊 是她自己的 还是你栽赃的 君九成仍然揭没 郭飞燕接着问 你查到老狐狸是什么人了吗 你抓了吴公公 不怕打草金蛇啊 君九成还是没有反应 郭飞燕继续问 你手里还有底牌吗 你干的也是见不得光的事 干嘛遮遮掩掩的 还是 你干过什么坏事 派人知道啊 就这样 郭飞燕一直问一直问 没有停过 君九成却是像是完全听不到一样 始终低着头 钻住她的伤上 一根手指 一根手指的涂抹 蕴感 细致 而轻柔 当食指全部涂完药 她才从一旁的绷带里 挑剪了一些可用的 小心翼翼的 帮郭飞燕包扎好 仍旧没有弄疼她 郭飞燕心下 安安意外 要知道 有时候连白衣师傅 都受不了她 巴拉巴拉 说个不停 这家伙居然受得了 郭飞燕不信邪 想要继续试探 哪知道君九成 竟毫无预兆地俯身 抬起她的脚 将她的腿 拉到了她的腿上 搁着 郭飞燕到了嘴边的话 完全都停住了 她争了 从君九成说要帮她服药开始 她顾着怕疼 就没有意识到 自己脚丫子要上药 这时候才想起来 再怎么样 也不能让男人碰她的脚 不要 郭飞燕要缩回脚 君九成 却捏住了她的脚踝 别动 郭飞燕的声音 比她还冷 男女受受不欺 你才不是想要帮我 你是耍流氓 君九成微微一睁 真的松手了 郭飞燕着急地 要缩回脚 可是君九成 却很快地 又捏住了她的脚腕 按住 她声音冰冷 犹如命令 没时间让你耽搁 尽快把手脚养好 接下来多的是要得你来演 郭飞燕就知道这家伙没什么好心 白白帮她 不被你操心 这件事我不是帮你 是帮靳王殿下 我一定会尽快好起来的 你给我放手 君九成不放 郭飞燕使劲挣扎 君九成握得更紧了 郭飞燕更加使劲 你放开 臭流氓 你再不放开 我就喊人了 君九成一言不发 最后 竟将她整个后脚跟 包在了手心里 紧握 让她的腿无法施力 动弹不得 郭飞燕虽然一直喊 却始终没有敢大声 更不敢真的把人喊过来 最后她只能别过头去 也不见为敬 她在心里头暗暗发誓 她一定要想办法 让靳王殿下知晓这家伙的存在 比起那只多次推锅给她的老狐狸 这家伙可要可恶一百倍 君九成才不理会 郭飞燕的脾气 她揭默着 仍旧像刚刚一样 观察她脚趾的伤势 只是不同于刚刚 这一回 她看着看着 视线却不受控制地往上移 她发现郭飞燕这脸足 小巧秀美 白嫩可人 很美 渐渐地 她的注意力 竟不自觉落到了自己手里 此时此刻 她的后脚跟 就被她握在手心中 圆润 柔软 细腻 这是她第一次看见女人的脚 也是第一次碰 她强势之后 心里头也是猝不及防的 除此之外 心头上还似乎浮出了点什么 道不清楚 说不明白 她犹豫了 可最后还是继续涂药 不比手指 脚趾指缝小 她的指幅一伸入 郭飞燕就疼了 郭飞燕一开始还暗暗咬牙 安静地强忍着 可终于忍不住 颤抖了 君九成这才开口 你别动 我就轻点 郭飞燕没回答 君九成还是放开了她的脚跟 一手轻轻拨开了她的脚趾 另一只手 才来敷药 郭飞燕回头看来 鬼使神拆得没得动他 不自觉地轻咬了一下下唇 七分脑 三分羞 君九成是揭没的 郭飞燕也没有说话 两个人同他而坐 郭飞燕就这么一直将脚搁在君九成的腿上 一时安静 时间仿佛都静止了 他们两个人像是新婚的青涩小夫妇 在这安静中 静好成了一幅画作 眷有美好 当君九成帮郭飞燕处理好所有的伤 屋内的气氛都还是安静的 郭飞燕看着她那双修长好看的手 都是药膏 她心中竟有几分歉意 连自己都不可思议 她正要开口 门外就传来了脚步声 君九成迅速清理了一下东西 要走 郭飞燕急急问 喂 你是不是八皇子 君九成都到窗边了 却又回头来看 并没有回答她 而是反问道 你要在这儿过夜 郭飞燕也没回答 反问 怎么 你还要来啊 你就是八皇子吧 君九成没理睬她 转身 鱼过了窗台 就像凭空消失了一样 不见了 郭飞燕并非是第一次 见识她这种速度 也算是见怪不怪 她想 这家伙的速度这么快 估计啊 连晋王府都赶床了 她日后还是小心点 门外来的是婢女 给姑飞燕送了一床新的被子 婢女 恭恭敬敬地说 姑要女 这么晚了 您先歇息吧 带大将军回来了 奴婢再来叫你 姑飞燕点了点头 却只是靠在床榻上小气 并没有真睡 她原以为 陈奕妃会三更半夜才回来 然而 一个时辰左右 陈奕妃就回了 这么点时间 就足够她来回一趟吧 怎么样 人和药包 交给大理寺了 我没见着金王殿下 也没见着皇上 可知下皇上的态度 我去了宫里才知道 金王殿下压根没进宫 还留在大理寺 秘密审拿几个要宫 早知道我就不进宫了 那 那大皇子呢 大殿下在御书房门口 等了一个多时辰 皇上不见他 金王殿下若不过去 估计 他等到天亮都没戏 我出宫的时候 听说孕贵妃也赶过去了 想起君要圣 在大理寺那心急的样子 郭飞燕就忍不住偷笑 大皇子和孕贵妃 就算见着皇上也没用 这案子还没完呢 待真相大白 环宁公主是逃不掉的 巧妖女 你笑什么 笑你啊 那么着急 结果扑空了 好呀 你敢消化本将军 诚意妃突然轻身逼近 大手抬起孤飞燕的下巴 只是刚要调戏她 却又突然停住 放开了 她不甘心地说 巧妖女 这账 本将军先记着 三个月后跟你算 郭飞燕嗤之以鼻 懒得回答她 诚意妃看似挺乖张不羁的 但还是有原则性的 她碰都没有碰 郭飞燕一下 从榻上 到轮椅 再到马车 会让婢女来 她亲自将郭飞燕 送到了晋王府后门 确定周遭没人了 才让孤飞燕下了马车 孤飞燕正要敲门 诚意妃却突然在她背后低声道 赵妖女 本将军跟你说件认真的事 你把每个字都听好 记好 什么事情这么认真 孤飞燕要回头 诚意妃却拦下 叫妖女 本将军要你 齐家那份婚期我不管 三个月后 我去孤家下聘娶你 其实 她不确定自己为何要她 却知道自己一定要 或许 在军中跟娘亲说要她的时候 就已经有这种想法了吧 她从来没有这么心疼过一个女人 她想 给她一个将军夫人的身份 给她数十万大军当靠山 她就不必遭这些罪受了吧 诚意妃说罢 立马用力敲了静王府的后门 砰砰砰的特别响 孤飞燕大争 许久 她才回过头来看 诚意妃已经回到了马车上 她大大咧咧的坐着 一手拿着短鞭 一手 放在曲起那腿的膝盖上 姿态点儿郎当的 一见孤飞燕看过来 她就笑了 玩事不恭 肆意不羁 孤飞燕看到 都有种她是在跟她开玩笑的感觉 可是 她刚刚的说话声 分明是认真而严肃的 诚意妃 你看吧 孤飞燕的话还未说完 后门就打开了 几乎是同时 诚意妃甩下鞭子 驾车而走 来开门的是夏小满 孤飞燕自是不想多言 夏小满看着马车远去后 才朝孤飞燕看来 那上代至难的小脸 特别猙獰恐怖 孤飞燕吓了一跳 你做什么 夏小满盯着她好一会儿 才从牙缝里挤出几个字来 臭丫头 以后若是再不听本公公的话 站自离府 本公公一定要你好看 发生什么事了 夏小满哼了她一声 也不回答 背着手就大步走了 很快 盲仲就凭空出现 将孤飞燕推进门去 满公公这是怎么了 盲仲一开始是不敢说的 在孤飞燕一而再追问之下 才偷偷说 殿下回来找不着你 罚了她半年的历钱 这 这 孤飞燕忽然不知道 说什么好了 夏小满可是个 精细鬼铁公鸡呀 被罚历钱 这不是割她的肉吗 怪不得她会 猙獰成那副模样 只是 殿下这罚的 未免也太重了点吧 殿下回来了是吧 他找我有急事吗 跟案子有关吗 怎么不派人去城府啊 殿下也没说 这会儿已经睡下了 殿下不进宫了吗 大皇子还一直等着 监王殿下居然回来睡觉了 这未免也太任性了吧 这个时辰皇上也睡了 怕是吵不得 殿下还不是急着去找你 要不能耽搁到这么晚吗 郭飞燕原本还想问一问 金王殿下明日何时会起 然而 想到吴公公已经被送去了大理寺 他便作罢了 明日大理寺的人自会来比 他还是继续装傻 尽等明日的案情的变动吧 到了明月居门口 盲中忍不住劝说了一声 哎 姑妖女 静王殿下不喜欢府上的人到处乱跑 你要没什么非常大的事 最好别出去 殿下不喜欢 小满也不好交代 郭飞燕颇为疑惑 他进静王府的时候 夏小满只警告他府内哪哪哪不许踏入 并没有告诉他 金王殿下不喜欢他们外出呀 不过他还是答应下来了 话刚说完 夏小满就突然从屋内打开门 吓了郭飞燕和盲中一跳 你 你 这两日咱家伺候你 殿下说赏你一个奴婢使唤 过阵子才来 看着夏小满憋屈的样子 郭飞燕还微笑 忙中 就先忍不住捂了嘴 郭飞燕本疲劳得很 可是一闭上眼睛 既想起臭冰块那认真的模样 又想起承意妃那极傲不逊的笑容 向来没什么心肺的他 居然失眠了 一日 郭飞燕醒来的时候 君九尘已经进宫了 他乖乖待在明月居 一边等消息 一边养伤 午后 他没听到宫里头的消息 反倒是等来了 原主的二叔和二婶的探望 当然 这二位半步也进不了晋王府 只能在后门等着 门卫来报了夏小满 夏小满无比嫌弃 却还是告知了郭飞燕 郭飞燕想也没想 就让夏小满去聚了 郭家这对屈炎附势的夫妻 无疑是见风头不对 气了齐家来讨好他了 他才没闲工夫奉陪 他们的账 他先记着 回头有空了再去算 夏小满又多了一嘴 郭飞燕才知道 他在大理寺宫堂上 现场建要的事 传遍了皇城内外 可他的口碑还是极差的 有不少人说 他是踩了狗屎运 恰好熟悉六丹双路而已 还有更多人 说他就算是有能耐 也不过是个水性洋花的女人 就连医药房里 那些内行人都说 他这种女人 就算是有本事 医德也不会好 不守父道 活该 郭飞燕原本还想 撕掏腰包给夏小满 补上半年的利钱 听了这话 他只甩了他一句 副道之几个月里前 夏小满跟个孩子似的 气得想打人 就在这时候 门卫又来了 禀公公 齐家军几位副将 带一群兵来 全跪在大门口 帮齐家喊冤 为首的说 没见着殿下 就不起了 郭飞燕和夏小满都意外了 不用郭飞燕说 夏小满就推着他 抄了小路 以最快的速度 往大门赶 两个人在大门边的 小机关偷窥了一下 只见门外跪了一排人 为首的副将 揭穿着香有 齐家标志的 铠甲战袍 士兵们 全着正式军衣 没有任何一个人 佩戴武器 而周遭 早就围满了老百姓 一片议论 这帮人敢为 齐家上门来喊冤 应该是案子 有什么进展 郭飞燕心下 是有猜测的 但还上夏小满去打听 夏小满派人入宫 请示晋王殿下后 便亲自去了大理寺 夏小满带来了 两大进展 第一 是吴公公和解药师 有牵连 两个人设案了 程亦菲的解药案 第二 是武座怀疑 解药师是被杀 而非自杀 目前还在做 最后的验证 第一点 郭飞燕是非常清楚的 而第二点 他太意外了 他没有想到 在已经有两个 口径一致的证人情况下 晋王殿下 还会这么快 就怀疑到了解药师 这么快 就查到了疑点 有了这两个进展 怪不得 齐家军会过来喊冤 看样子 齐家父子 被禁足在府里 消息还是非常灵通的 晚上 从宫里头回来的人 不仅带回了 晋王殿下的交代 还带回了八卦 对于大门口的事 晋王殿下 就交代了四个字 不必理会 而八卦可多了 譬如 怀宁公主 被孕贵妃 严厉禁足 除了仆人 哪怕公主皇子们 都见不着她 譬如 昨夜 大皇子和孕贵妃 在御书房门口 等了一夜 今早晋王殿下去了 他们才知道 皇上昨夜睡在寝宫 譬如 大皇子着急提议群臣 一起商议要杀案 被皇上骂得狗血 临头等等 两日之后 君九城终于回府了 乌飞燕的伤已痊愈 她一听得 晋王殿下回来的消息 立马兴冲冲地 奔去了寝殿 她还没到门口 就看到晋王殿下 从屋内走了出来 她刚沐浴过 换了一身月牙白的变装 墨发 只用一根白玉簪半碗 整个人显得特别清冷 比起 着旋衣时 还要多几分 巨人千里之外的冷漠感 郭飞燕对药草味 特别的敏感 距离不算近 却还是嗅到了 她身上淡淡的药草气息 她平素寒毒 没有发作 都喜欢泡药浴 她是知道的 君九城一出门 就看到了顾飞燕 只是 她当没瞧见 大步往外走 顾飞燕犹豫了一下 连忙绕了路 赶到前面的路口 见她快来了 才突然跑过去 假装偶运 卢必拜见殿下 君九城将这一切看得透透的 到了平身 却没有止步 郭飞燕连搭讪的话都想好了 殿下 近来可好 药矿石可有下落了 明明是两个问题 君九城就答了后面 还没 她腿长 走得快 郭飞燕三步并一步 才勉强追上 殿下 药膳之案若不是您 奴婢怕是早没命了 更没有机会 艳药已是清白 她说着 连忙抢到她面前浮身 奴婢等您很久了 特来谢恩 其实 郭飞燕真正想说的 是她比大药室 还熟悉那些脏物六单商路 她等了两天 就盼着她能带她去大理寺 协助调查 只可惜她不敢表达得太直接 君九城这才止步 看了看她的双手道 恢复得挺快 多亏了太医良药 君九城 颇为认可地点了点头 才道 你也算半个本王的人 他们冤枉你 便是七本王 这种事情 你就不必谢恩了 郭飞燕第一次 听君王殿下 说这么长的话 感觉话题都被她谈死了 继续不下去了 她只能无奈地扶身 是 奴婢遵命 君九城大步从她身旁走过 她那小脸 都渐渐地搭了下来 然而 君九城还未走远 就丢了一句 你既熟识柳丹商路 就随本王走一趟吧 郭飞燕一下子就来了精神 像是重新绽放的花朵 笑得好不灿烂 她就知道 君王殿下是明白人 是 奴婢遵命 她兴冲冲地跑了过去 没敢超过君九城 也没敢跟她并肩 就屁颠屁颠地跟在她的背后 她期待第二神已经很久了 今日的大理寺必有好戏 郭飞燕和君九城抵达大理寺的时候 大理寺大门口 已经围满了文讯而来的看客 公堂上 大理寺各级官员都就位 齐家父子也已经到场 都跪在堂中 只见 齐大将军像是突然老了好几岁一样 苍老憔悴 而一贯注重形象的齐玉 都满脸胡子 十分狼狈 众人见靖王殿下只带了姑妃燕过来 都是意外的 毕竟 大家都是第一次看到靖王殿下外出 身旁带女仆 没有人知晓真相 大家都以为姑妃燕 是因为上一次的表现 得到靖王殿下的刮目相看 被弃中了 一时间 无论是公堂里的大臣们 还是堂外那帮老百姓 都羡慕嫉妒恨呀 尤其是女人 齐玉偷偷抬头 朝姑妃燕看来 心里头 早就已经后悔了 公堂内外 所有人都行跪拜大礼 姑妃燕跟着君九臣背后走 在俯首贴地的人群中穿过 一股自豪之情便油然而生 跟着靖王殿下混就是不一样 她又一次庆幸 那个臭冰块没有收她 今日君九臣并不主审 而是旁听 她将主审席 交给了大理寺少卿公大人 也正是主审 成一飞结要案的那位 君九臣一入座 姑妃燕便乖乖地走 站到她的背后去站着 不似在主审席上的姿态庄严 今日的君九臣 姿态随意了很多 怎么看 怎么优雅 她一边令众人平身 一边偏头朝大药师看去 南宫大人 本王让姑妖女来协助你 如何 殿下英明 大药师毫不犹豫地认可 还不忘将姑妃燕夸了一顿 姑妖女学识深厚 见多识广 经验丰富 记忆精湛 得意双心 能得她协助 乃是下官之幸啊 君九臣是满意的 她点了点头 示意要为赐姑妃燕做 众人刚刚才意外了一把 这一下更加意外 便都面面相去起来 聪明人都看得出来 金王殿下不仅是认可了姑妃燕 而且大有捧她 栽培她的心思呀 这案子结束后 姑妃燕绝对是要晋升的 说不定会连跨几级 成为大药师的接班人 程义飞今日在旁听席上 视线就没有离开过姑妃燕 她心里正暗暗替她骄傲 见完殿下也认可了小药女 那她就绝对不会看走了眼 姑妃燕可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复杂 她就高兴着 金王殿下能给她参与这个好戏的机会 公大人拍下醒目 正是开堂后 吴公公就被押上来 同在成与飞地牢里一样 吴公公垂着脑袋 毫无生气 像是连个活路都要放弃的人 吴冠 本大人问 你为何擅自离宫 是否畏罪前逃 吴公公跪着 仿若什么都没有听到 一点反应都没有 本大人在问 你收买解药时 外通刺客 拦截陈大将军的救命药 是受何人指使的 吴公公显然没有料到会有这个罪名 她先是一愣 很快就抬起头来大喊 冤枉 解药师确实是她的人 可是 她和解药师跟那解药案 一点关系都没有呀 当初姑妃燕送的药包 正是他们偷偷掉包的 怎么可能去结呀 这是怎么回事啊 公大人质问道 怎么 终于肯说话了 你冤枉 你若冤枉 你为何要逃出宫 你身上那些药材 是怎么来的 吴公公之所以逃 倒不是怕被查出来 而是主子要求她撤 她没想到自己会被人逮回来 更没有想到那人会将她丢给程亦妃 她不知道那个假面黑衣人是谁 想破脑袋也想不明白 黑衣人为何要将她丢给程亦妃 听了公大人这么多质问 她才恍然大悟 那黑衣人是要借程亦妃结药案 将她与晋王殿下药膳案牵扯到一起呀 换句话说 那个假面黑衣人盯她很久了 早就知晓她是细作 吴公公明知自己一开口 就会有很多事情解释不清楚 可是她不开口喊冤 便是默认了这罪名啊 她终于慌了解释道 公大人奴才冤枉啊 这么大的罪奴才可担不起 奴才没想逃 奴才就是半年前欠了一笔赌债 这一时糊涂就偷了御药房的药 想去抵债 公大人也不反驳 大声道 来人 将那两个刺客带下来 两个刺客一过来 都一口咬定 是吴公公说买了解药师 获知了送药的路线 再透露给了他们 吴公公都没怎么关心过解药案 压根不知道大理斯已经抓到了刺客 他愣了一下 立马跟两个刺客争辩起来 而两个刺客态度坚决寸步不让 很快 三个人就吵成了一团了 郭飞燕看着 暗暗感慨 臭冰块这两个替死鬼 未免也太会演戏了吧 他往门外人群看去 心想 那个家伙 应该躲在暗处欣赏自己的杰作吧 就在不远处 君九尘一边喝茶 一边看着吴公公他们 还真就是在欣赏 公大人并没有让他们争吵太久 很快就拍了醒目 贺主 吴冠 你还敢狡辩 本大人今日 让你心服口服 公大人朝大药师看了过来 大药师立马起身 本大人这两日已经令人详细查明 近三个月来 玉药房库房不曾丢失药材 吴公公握紧了拳头 无法反驳 更加慌张 来人 将那藏物取来 让南宫大人检验 羊卫立马将吴公公的包裹盛上 当众打开 郭飞燕瞥了一眼 发现里头的东西一样都没少 有药方 也有药材 大药师将所有的东西取出来 一字排开后才开始检验 很快 大药师就震惊了 丙晋王殿下 承打将军 公大人 几位药材都十分蹊跷 混乱搭配不像是治病之风 这几位药皆是稀罕之物 数十年方能出一株 话说到这里 承一飞就打断了 听闻六丹香鹿 亦是稀罕药 比起这些呢 大药师连忙回答 算是同品皆之药 价格不菲 这话一出 贵着的齐家父子就更激动了 齐大将军一时忍不住 朝军九成磕起头来 晋王殿下 吴姑姑 区区一个奴才 何来如此名贵药材 他同检药师 就是一伙的 他们一定是受人指使 要害我齐家 齐家冤枉啊 吴姑姑更慌了 他都顾不上喊冤 焦急的寻思要如何狡辩 这时候 承一飞又开了口 这一回 他的语气相当不客气 虽同为西汉阳 倒也不能算是正义 应同检药师那六丹商路牵扯关系 齐世民 有人问你话吗 谁准理开口的 承一飞相信孤飞燕的话 相信吴公公跟药山案有牵扯 药山案还另有真相 所以 他愿意配合 愿意给齐家机会 可是 这并不代表他完全相信齐家无辜呀 齐世民若是安安静静的 他倒还勉强可以忽略 可是齐世民这一出生 他就忍不住看了过去 就忍不住想起父亲的死 仇恨早就布满了眼眸 他安安庆幸这案子的最大受害人是晋王殿下 若换作其他人 他也无法确定皇上是否还会继续偏袒齐家了 面对承一飞的羞辱 齐大将军和齐玉心中皆是恼怒 可惜这个节骨眼上 他们并不敢对承一飞大声说话 毕竟 他们唯一的希望 就是药山案能够跟承一飞的结药案有关联 齐大将军没有在作声 憋屈地低下头 这时候 君九成开口了 南宫大人 那药粉是何物 也是稀罕物吗 一听这话 孤飞燕就来了精神 嘴角悄无声息地勾起了一抹小侠 他这一趟就是为了燕这包药粉来的 剑王殿下的眼力可真真儿的好啊 他忍不住朝君九成看去 越看越顺眼 越看越顺心 心旷神一样 君九成似乎感受到了他的目光 忽然回过头 看了过来 君九成突然回头 毫无预兆地同姑飞燕对视 姑飞燕吓了一跳 那双一直眯着笑的眼睛瞬间瞪大 吓着了 君九成的眼神变得疑惑 无疑是在询问他 他在干什么 郭飞燕哪敢回应他 他就这么瞪着眼睛 将这表情 缓缓地转过头 朝堂中看去 仿佛一切都没有发生过 君九成暗暗纳闷 这丫头明明非常聪明 怎么有些时候看起来就这么傻呢 他也没在追究 认真听大药师的禀告 秉殿下 此药粉包含了多种身类药材 有十至百灵的人参 也有三七 陨叶 结竹 商禄 如姑飞燕所料 大药师念完了一堆名字 却没有提到六丹商禄这四个字 最后他断定这药粉是毒药 公大人立马质问 吴冠 你这些药材从何而来 死毒药又做何用 你同检药师到底有何关系 吴公公对大药师的判断 也早有预料 他既敢把六丹商禄带在身上 就不怕被查 他已经找不到什么借口 解释这些药的来源了 索性就什么都不解释 他铁了心不说话 就算用上急刑也不开口 那两个刺客的口供 只能证明他和检药师有牵扯 却证明不了 他跟药善案有牵扯 而这些药材 跟六丹商禄并没有直接的关系 也证明不了什么 他被供出来 顶多只是有嫌疑而已 顶多是减缓齐家被定罪的进程罢了 只要他不说出真相 齐家就永远都要被禁足 代查 齐成两家 可谓是天炎皇帝的左膀右臂 这十年来 天炎皇帝一直维持着两家 势均力敌的局势 主子布了这么久的局 就是要打破这个稳定的局面 无论如何 他都不能坏了主子的好事 吴冠 回答本官的问题 吴冠 你到底说不说 你莫不是默认了 由着龚大人质问 吴公公非但不理睬 还低下头沉默 决心坚定 龚大人用力拍了醒目 怒道 吴冠 本官最后问你一次 你到底答不答 你若再不答 休怪本官不客气 郭飞燕正要站起来 这时候 两个牙卫带了一具尸体 武座走在前面 一进宫堂便道 并敬问面下 小的已经验明 简要师戏被勒杀 后卫装自杀假象 并非上吊自杀 这话一出 众人便都震惊了 审吴公公审了那么久 都只能证明吴公公有嫌疑 案情可能有隐情 可武座的验尸结果一出 便证明这案子绝对有隐情 简要师留下遗书 供出齐家才自杀的 如今证明他是被杀的 这就说明 他的遗书自是假的 换句话说 有人杀了简要师 污蔑齐家呀 齐大将军和齐玉 不约而同地抬起头来 朝君九成看去 又惊又喜 靖王殿下 愿望 齐家是冤枉的 殿下明见 靖王殿下 有人要陷害齐家 冤枉啊 我姐姐是冤枉的 都已经铁了心 不想再抬头的吴公公 又不自觉地抬起头来 一脸震惊 怎么会这样 他离宫的时候 非常清楚地 传达了主子的意思 命令解药师 指认齐家之后 上吊自杀 解药师怎么可能会 被人先杀死呢 武作会不会验错了 怎么会这样 郭飞燕早就从夏小满那里得到这个消息 他并不意外 只是武作这么快就来了 他也不着急验药了 他很乐意压咒 君九成并没有理会齐家父子 光大人只能示意他们先安静 武作为一样 武作当场分析了尸体的伤口 证明解药师的死确实是他杀 武作一解释完 齐大将军就再也忍不住了 冤枉啊 齐家冤枉啊 真凶 是怀宁公主 解药师是怀宁公主杀的 一定是 事关齐家存亡 便是以下范上 齐大将军也豁出去了 终于 大家都想起了几日前 也就是在这里 齐父方疯了一样大喊 真凶是怀宁公主 说六丹商路是怀宁公主 让解药师找来的 说怀宁公主告诉她 服用六丹商路并无大碍 说自己只是帮了怀宁公主而已 这一下 怀宁公主的嫌疑最大了 怀宁公主为了怕解药师 供出自己 所以灭了口 龚大人当然想起了这一茬 他都不敢再审下去 摸了一把冷汗 连忙从主审席上下来 毕恭毕敬地 走到了军九尘面前 晋王殿下 如今看来 此案另有殷勤 要不 龚大人想说 先休息片刻再继续 毕竟涉及到怀宁公主 这事就尴尬了 然而 君九尘重重地拍了桌子 来人 传怀宁公主 听了这话 乔庄躲在人群里的大皇子差点腿软 要知道 解药师的遗书是他写的 解药师是他亲手杀的 那日 他得知六丹商路是致命之药后 便立马猜到解药师骗了怀宁 他却审了他 可解药师 却守口如瓶 他最后只能将他杀了 伪造证据 把一切都推给齐家 他远想着 已经有陈桑元和李葛存这两个证人了 剑王应该会结案了吧 哪知道会冒出一个吴公公来 然而多了一个吴公公 他倒也不着急 还想着或许能查到真凶 他哪里知道 武座会在这个节骨眼上 验出真相来 那天晚上见父皇的时候 君九尘压根就没有提到这事 怎么办 怀宁若获罪 他必要受牵连 再者 若新王再追查下去 万一查到解药师是他杀的 那他就是有十张嘴 都说不清楚了 到时候 绝对不会有人相信 他是为了包庇怀宁公主才这么做的 大家只会相信 怀宁公主是受他教唆的 这一刻 大皇子是真真气的想要宰了 怀宁公主 宫堂里安安静静的 无人敢多言 就连齐家父子都不敢喊了 毕竟 剑王殿下拍了桌子 君耀圣看了一眼 告诉自己必须冷静 怀宁现在只是嫌疑最大而已 并没有被定罪 解药师已经死了 只要他不被查到 就不会有证据的 他真要回宫 这时候 却听到 郭飞燕清脆的声音 打破了宫堂的寂静 剑王殿下 奴婢 奴婢可以当场证明 这份药粉里 藏有六单商路 这下 几乎所有人都朝 孤飞燕看过来 又一次被震惊到 不得了啊 若吴公公手上 有六单商路 吴公公又跟 解药师牵连 莫不是 吴公公也是 怀宁公主的人 那么两个刺客 只认被吴公公收买 劫持成大将军 救命之要一事 也是怀宁公主的意思 怀宁公主一个姑娘家 哪来那么大胆子呀 几乎所有人都想到 怀宁公主的亲哥哥 大皇子军要胜 门外 军要胜脸色惨白 双腿 仿若灌了签一样 动都动不了